各位好,歡迎回到你所不知道的C語言 在我們這次的講座,我們想來探討BYIS的操作 那這個BYIS的操作其實是跟程式語言的關聯其實蠻小的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BYIS的操作在C語言、C++、Java、Python或是像Ruby都有 但是這個BYIS特別是在C語言的程式設計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很多複雜的系統,像是Ninux核心或是Firefast Mozilla 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存在BYIS的操作 那如果說你有機會去實作一些像是網路 我講的網路不只是網際網路啦 我講的是說像電信網路啦 那當然電腦之間的連接、以太網路這些都是我講的範疇 那你會發現說這裡面大量存在BYIS操作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你會發現說像影像處理 這也是很重要的 那為什麼呢?因為在這些規範 我講的是像網路啦、影像處理這些規範 它基本上規範的範圍都包含到BIT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探討的不是只是一個字圓、兩個字圓 那我們知道一個字圓它的組成的單位是BYTE 那中文翻譯叫做位元族 然後我們講的不只是BYTE 那其實我們講的是這裡的BIT 那一個BYTE等於8BIT 這也許大家在還沒有寫程式的時候都已經很清楚了 但是難的就在於說 因為平常我們是沒辦法直接接觸到BYTE 我們每次操作的時候往往也透過很多 絕大多數的程式員 你都只能直接接觸到一個字圓 但是呢,就像剛剛提到的在網路啦 或是說在多媒體或是相關的這個場域呢 其實規範的東西很細,到BYTE這個層級 好,那所以我們一開始就需要了解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 叫做數值系統 那這邊有個短片,那我們快速看一下這個短片 這個短片是一個中國網友啊 我覺得有一首我很想認知他 叫兔洛俊,他整理很多這種影片 好,然後這個影片跟你講什麼呢 就是講說十禁衛、十二禁衛、六十禁衛這些東西怎麼來 好,那前面他就是 前面就跟你講說像這種 早型的這種氣形文化 泥板啊,還有說像這種書美 好,那這些呢,你會發現有趣啊 就像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六十禁衛 好,到底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好,那當然你可以追溯到這種早期 然後那當然這個早期當然是這個 呃,這些學者好,試著去推敲的 那從這些過往紀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在IT古王國時代 就有這些結神祭祀 好,那當然後來後來也是用計算的基礎 然後呢,之在一體的地方是說呢 在古代好,你會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學問 叫做幾何學,那幾何學這個東西怎麼來呢 其實就是來丈量土地 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像我們講這個geometric 好,那這個其實本質上就是來做什麼 做這種針對地理、空間的一些運算 那這運算背後呢,其實都需要什麼呢 需要有效的這個運算 那也導致呢,很有趣的議題 就像是六十禁衛 六十禁衛這怎麼來 好,先讓畫面看到這個 六十個數字很美 它可以被三、五、十、十二這些數字所整出 好,所以雖然 人的手指頭有十隻手指頭 那你想說,這個東西演化成什麼 演化成十禁衛 好,或是說把腳指頭都算進去的話 變成二十禁衛 那這個東西好像很自然 但是呢,你可以想說 在兩合流域很早就發展這個六十禁衛 六十這個數字很美的地方就是在說 看似不直覺 但是它在做運算的時候非常好 就像可以提到的,這幾個人們很常用的數字都可以整出 好,那當然除了這個六十禁衛以外呢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這個禁衛系統 就像裡面看到提到 像是三禁衛啦 或是五禁衛這種議題 然後呢,值得議題的一方是說 雖然十禁衛看起來這樣獲得巨大成功 但是呢,其實我們可以在很多文化可以看到說 不同的禁制系統 像是二十禁衛 像這個digit這個字在拉丁文其實有手指交指的意思 像這個法國人嘛 法國人很有趣嘛 法國人是屬於這個羅曼文化 那羅曼文化呢 你們又收到很重要的時候 收到拉丁語文的這個影響 好,那所以呢 你看到說那個數字就很有趣嘛 比方說七十這個數字 你就要把它乘成二十乘以三 再加十 好,那所以 雖然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一個印度阿拉伯數字 好,那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提到像這種六十禁衛這種東西呢 其實怎樣 其實一直出現 一直在有禁衛都會出現 好,那這個科普方面大家就當做參考 那我們要回到我們的禁衛主軸 好,我們禁衛主軸呢 其實是 讓大家知道說 數字系統呢 不是只是講這些 不同禁衛之間的轉換 我想這是大家在這個 計算機概論 在中學時代 計算機概論已經學過很多了 所以這不是我們要特別探討的 我們今天要去想的地方是 我們如何去掌握這些數字 好,就像你在計算機概論學到的東西是 好,比方說十禁衛轉 二禁衛,二禁衛轉 十禁衛,二禁衛轉 八禁衛,八禁衛轉 十六禁衛 除此類這種操作 可是 真的難的地方呢 往往不是在這裡 真的難的地方是 比方說十禁衛的二分之一 轉成 這個 二禁衛 小數表達怎麼表達 好,然後再來是說 十禁衛的三分之一 轉換成二禁衛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好,那這就會發生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 你開始看到什麼 分數 就是 偶數的循環就出現了 好,那往往呢 我們人類呢 在十禁衛覺得很自然的事情呢 在二禁衛變得很不自然 那反過來也有顛倒的 比如說 在人類世界中呢 負負得正 是一個很自然 你甚至不需要去對電腦教育 它什麼叫做負負得正 你甚至不需要教育電腦 什麼叫做偶數 什麼叫做奇數 在 二禁衛來講 偶數跟奇數 非常好判斷 要怎麼判斷呢 只要看最後一個危險就好 好 就是 不管你的數是多少 最後一個危險是0的話呢 那就是偶數 那最後一個危險呢 是1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奇數 可是呢 你看在十禁衛很複雜 對不對 我們要去特別去定義啊 就是解釋說 可以被二整除 就是 24680 這些是偶數 那不能被二整除的東西呢 13579 叫做什麼 叫做奇數 那問題來 0怎麼辦 好 那這個東西大家在這個實事嘛 就是 剛好這個奇數跟偶數的判斷 然後注意到 你說0不能被整 被二整除 這做一個定義呢 夠不夠 好 那本身就涉及到0這件事 好 那當然在人類的這個 數學議題呢 這個方面 關於0的探討呢 其實是 其實是很廣泛的 那我們注意到就是說 在蘇維爾那個年代 其實很先進的運算系統已經發展了 所以在那個年代 人們可以做很多運算 包含說開根號 包含說平方 但是呢 很有趣的地方是 人們一直對0 這個數字 一直沒有辦法 很清楚定義 但是呢 反過來說 這些東西在二清偉變得非常單純 就像剛剛講的 復復得證這種東西 你可以很容易的 在不用定義 特別的規則之前 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很容易的說明 很容易做運算 好 那 所以這個就是 在整個 你可以隱約可以察覺 整個我們講數值系統 有很多 不是那麼直覺 但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議題 好 那接著我們帶著大家複習 在你所不知道西語言講座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叫做 數值系統篇 好 那這個 數值系統篇呢 我們就想要去讓大家去思考一些議題 好 比方說呢 你在這個 做浮點數的運算 好 比方說你在 Python 2.7 做這樣的運算 就是 1-0.1的話 你會得到0.9 那如果說呢 0.1呢 減掉0.01 好 這時候也有好玩事情 這個 你看到 如果說你只是把 這個0.1 減掉 講錯了 1減掉0.1的結果 也就是0.9 那你把0.9呢 就是除以10 那你說除以10簡單 我就是把 小數點 對不對 往右邊 往左邊 往左邊移動 好 然後呢 所以你想說 這個東西很簡單 可是問題呢 乍看真的很簡單對不對 你們發現 0.9後面呢 好多個0 那你說好不聊對不對 那請問最後面的1怎麼一回事 好 注意看喔 最右邊有個1 所以呢 這個結果呢 再看一下喔 1減掉0.1 這個Python2.7又回傳0.9 然後呢 0.1減掉0.11的時候呢 你得到數值呢 會比0.9越大 所以如果你在Python裡面做這個運算 什麼運算呢 0.1減掉0.01 好 你說這個東西會不會等於 0.9 好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啦 好 這個就很值得去思考 那同理呢 你如果做下面這個運算 0.1 減掉0.01 再減掉0.1 好 那這時候呢 它的結果呢 跟你想像都不一樣對不對 在人的運算來講的話 遇到重視好簡單 就是說 這個東西 0.1 相當於什麼 加上-0.1 那一個正的一個負的 這個怎樣 就是消嘛 所以我們應該要看到什麼 負0.01 可是呢 你得到結果 看起來這樣 有個0.01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你看得到結果是 0.00999999 然後後面 然後怎樣 最後跑出個5 好 所以呢你看喔 這個結果呢 又發現什麼 這個數值呢 又比 你預期的 0.01 要怎樣 要再大一點 所以 你這時候 不經會 納悶啊 就是說 那請問這件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這邊呢 就有一個對應的一個笑話 就是笑話是什麼 就是說 當這個 人工智慧變得很強的時候 當這個機器人變得很強大的時候 你家的機器人可能這樣 可能拿到你的電腦前面 去登錄你的帳號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 機器人呢 登錄電腦時候呢 可能會遇到這樣一個提示 提示你什麼 請你叫 請你去計算 0.1加0.2的結果 那結果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機器人運算會得到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會比0.3 預期的答案0.3略大 然後呢 特別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只有Python2.7 注意到嗎 這件事不是Python2.7的bug 這個其實是什麼 這個是數值系統的設計 好 所以呢這邊就列出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裡面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最左邊的是不同的程式語言 然後當然這個程式語言來講 可能你有聽過的是神話的 比方說Ada 這Ada是在紀念人類史上第一個 軟體程式設計師 好 那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程式語言 包含說像APL啦 Ada啦 這可能屬於比較早期的 然後包含說像C語言啦 Cshop啦 然後發現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欸這個數值 什麼數值呢 這個 0.3 0.00 然後我們有1.00 然後之後呢4 那在好多個程式語言 都有出現類似的這個輸出 當然有些程式語言呢 比較奇葩一點 比方說你會甚至看到這樣的東西 天啊 你頭頭有沒有覺得很痛啊 真的奇怪 這個跟想像中的差異很大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呢 在這麼多不同的程式語言 可能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那這截然不同的答案裡面呢 可能會有些落差很大的啦 可能有些東西會符合你預期啦 或者說 同樣的程式語言 你看這樣像Python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舉例的時候 故意舉Python2 因為在Python3來講的話呢 其實呢 會得到什麼 有可能在某些案例會得到 符合預期的0.3 然後在其他的程式語言 像R啦 Ruby啦 或類似這樣 甚至你可以得到 這麼美妙的東西 是幫你轉成什麼 轉成分數形式 好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因為你越遠你發現 其實這個東西呢 肯定跟 我們在探討 C語言背後的數值系統有關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有這個 數值系統篇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是 我們要在 非常清楚了解 數值系統之後呢 在我們剛剛提到這些 By's的操作呢 才有探討E 因為你真的要很清楚 看到一個數值 不要被它表面的形式所蒙蔽了 比方說我們講的表面形式 像這個 135246 對你來講都是不同的數字 但是對電腦來講 它只是一個什麼 它只是一個位元的排列 所以對電腦來講呢 它其實沒有所謂的這個 奇數跟偶數 這些奇數跟偶數 其實是人們定義的 不管是奇數跟偶數呢 人們 看待事物都非常不同 比方說 人可能會比較喜歡 看到10這個數字啦 看到9看到10 覺得我在計算上 能夠湊滿10張衛生紙 10箱 或者說你的零錢 看到有10個 你會覺得怎樣 你應該踏實 看到9 你會覺得這樣 好像沒有好用 對電腦來講 沒這個限制 特別注意到地方是電腦 其實它不是只有二進位 所以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 曾經有一段時間呢 是有這個三進位 然後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是什麼呢 三進位的系統呢 其實在 在俄羅斯 俄羅斯的這個 尤其在前蘇聯年代 其實很有意思 甚至有科學家專門發展 三進位的系統 好 那這個 康洞斯的 他甚至在他的書裡面講 他說 也許呢 這個什麼 這個世上最美妙的 這個數字系統 也許是什麼 是Balanced Terminal Notation 就是說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三進位的系統 而且這個三進位呢 是用這個 負一 零跟正一 好 所以表達的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 我們呢 為了探討數字呢 我們重新去用群去探討 那這邊群的話就是 如果你有修過 數學系的數論 那你可能會比較了解 不過沒修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快速去理解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電腦裡面 表達數字的方法 跟人們的習慣 勢必有些落差 人們在表達數字的時候呢 比如說我們講 七分之三 好 那人們看到七分之三 很快就講出分數 好 那這個七分之三呢 如果你把它表示成 十進位的小數的時候呢 它可能是一個什麼 它可能是一個 就是比方說你看 就是會有一個什麼 前面有個整數 然後有小數點 然後後面分數 那當然在七分之三來講 它會有循環 那同理呢 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你會得到0.3 然後好多個3 對不對 那你會做一個循環 但是對電腦來講呢 其實它沒有真正循環的概念 因為電腦的東西呢 基本上都是有限度的儲存 有限度的運算 所以呢 其實在電腦裡面來講的話呢 你去定義一個 與其定義一個數 不如說 要放多大的空間給它 好 所以注意到 在電腦來講的話呢 做很多事都有什麼 透過一個數值上的限制 這也是為什麼在 電腦科學的這個 課程呢 一般來說呢 正宗的電腦科學課程 通常會有什麼 會有離散數學 那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人類的習慣 人類的期待 對應到電腦 其實會有些 這方面的偏差 所以勢必呢 來講話呢 這個在數值運算 也會有一個定義 所以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 在畫面中 你可以看到 這邊來講話呢 群 所以其實它是把什麼呢 看起來覺得很無聊的事情 重新把它描述一次 比方說這邊的描述 群呢有四個特性 對不對 就封閉一些結合率 然後呢 有單元素 然後還有這個反元素 好 然後呢 交換率這個東西有趣 如果一個群的操作呢 它可以符合這個交換率 所以A加B的結果呢 跟B加A是一樣的 那這叫阿貝爾群 你說第一次看到 會覺得好無聊 當然注意到 我們直接給你看反例吧 什麼叫反例呢 好 比方說像 像 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呢 就很有意思啦 你看喔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 好 這個 不要把它唸成一億 不是這樣唸 這是這個指數 注意到這個指數 所以就是說呢 我今天有一個很大的數 然後呢 做 對後面做運算 後面有加瓜好順便先運算 好 所以很大 做很大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卡板喔 很大東西乘以很 講算 很大東西乘以很小 而且一個是什麼 指數是正的 一個指數是負的 好 然後呢 我得到一個什麼 很大的數 聽起來合理對不對 因為你把這個運算當做什麼 當做1 所以你得到這個指 好 可是呢 問題來 今天是一個很大的數 然後呢 你得到這個0 所以你說這個0 然後再乘這個等於0 好 那可是呢 你看喔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上面的操作把扳過來 好 很大乘以很大 減掉很大乘以很大 變成什麼 Not a number 好 所以你看 這時候呢 我們講那個前面講的一個結合率 完全不存在啦 好 所以注意到喔 在伏點數的運算呢 在單精度伏點數的運算呢 不符合 好 不是每次都符合什麼 不符合交換率 好 所以你 從這個例子呢 你發現什麼 好 我們今天探討數值系統的時候呢 絕對不能憑感覺 好 因為這底下這個運算呢 完全不自覺 對吧 很大 成很大 成很大 變成無窮大 這個你好像可以理解 但是你能說是規則嗎 好 比方說這個值 在減掉一個很大的數 會發生什麼事 你說簡單回去做實驗 好 那問題來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在你的執行環境 所得到數字 可能跟標準不相同 好 可能跟什麼 跟其他電腦也會不同 好 所以特別強調 我們理解數字系統的時候呢 要很清楚 它背後的定義 很清楚它後面 推導的這些邏輯 好 不是只是去計算它的結果 去記憶它的結果 好 然後呢 在底下呢 就開始介紹這個 這個 那再注意到 在數字系統片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 Bwise的操作 那Bwise操作的時候呢 我們得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啦 比如說像這個 好 像這個 我呢 如果希望把一個字元 從大的 大寫的字元 變成小寫字元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很有趣啊 你看喔 我把字元轉小寫 好 那 你去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over運算就可以 好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一個字元變大寫的話呢 欸 你對它什麼 對這個 對這個字元呢 做一個什麼 做and的運算 好 那你就可以得到 得到 大寫的字元 好 注意到 這個輸入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是 呃 字母才會有效 好 那這時候呢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這個啟發在哪裡 就是說呢 以前呢 我們要去判斷 判斷說 一個數字啊 比方說一個 輸入的字元 它是 小A 小B 小C 一直到小Z 那我可能一開始要先出去判斷說 欸 這個 這個是小寫的A 還是大寫的A 那小寫 呃大寫的A呢 它對應到ASCII的這個編碼 它是65 史經緯的65 好 那一直持續到Z 然後你可能照一個範圍 但是你以前呢 會用什麼 會用減法方式 但是現在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你光靠 Bwise的運算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 就對應到這個結果 那給你一個提示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 搞不太清楚的話呢 你去把 這個大A 跟小寫的A 它的什麼 它的二進位形式拿來 印出來 那你可能就比較清楚了 好 然後更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比方說 這邊舉個案例 這邊舉個案例是什麼 就說 假設呢 你想要去交換 兩個記憶體空間 所以你看 這個 X跟Y 都是什麼 所謂的指數形態 好 然後呢 那我今天如果呢 不想要用這個 額外的記憶體 也就是說 衝動我只能在 X跟Y 我沒有暫存空間 所以注意到 我今天想要交換兩個 記憶體的數值 但是我沒有額外的空間 好 那你們好奇啊 什麼時候沒有額外的空間 比方說呢 呃 你可能知道有個東西叫 就是所謂的這個 開機起始程序 那叫做 那它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做 Bootstripping 那 這個 它的翻譯很多種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翻譯成 開機載入程式 開機起始程式 它最重要的用途呢 就是來載入 載入系統啊 比如說你安裝過Linux的朋友 應該都看過嘛 開機的時候會有這個畫面 那通常你可能3秒鐘 4秒 5秒鐘不安的話呢 它就這樣 Linux的啟動中 那 或者說呢 你如果對系統更多概念的話 你甚至可能看過這種圖 像這種圖就是說 它有個東西叫Bootmanager 就是說 我的電腦啟動的時候呢 我可以啟動什麼 我可以從軟碟片 從光碟機去啟動 當然新一點的電腦呢 沒有軟碟片 但是新一點的電腦 還是可以透過CD弄 當然 在新一點的電腦 連CD弄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透過什麼 你可以透過USB來開機 那你可以透過網路來開機 好 那這時候哪呢 就是你想一件事 假設你今天要透過網路來開機 所以這樣 你可能知道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PXE 就是要透過網路來開機的時候呢 好這件事就有點難了 因為呢 在你這台電腦上 事實上是沒有保存作業系統的 也就是說 在你這台電腦上呢 事實上呢 這個 它所需要的作業系統 比方說Windows 或是Linus也好 並不是保存在這台電腦上 或是說 就算你這台電腦也保存好了 但是我們啟動的時候 不想要啟動 這台電腦上的Windows 這台電腦上的Linus 即便它有 我們想要是怎樣 透過另外一台電腦上 存取上面的Windows跟Linus 好那這件事就很難啊 顯然呢你要把什麼 你要去初始化你的網路卡 對不對 網路開機嘛 所以你要搞定網路卡 好 然後呢搞定網路卡還不夠啊 為什麼呢 因為呢我還是要讀到 另外一台機器上的Linus 另外一台機器上的Windows 所以呢我顯然呢 我要搞定一個什麼 下載對不對 你要從另外一台電腦下載 好那當然你知道PXE呢 它是一個通訊決定 好那你可以去搜尋一下PXE 好那所以呢它一定有個通訊決定 告訴你什麼 欸哪些資料要從遠端下載 那當你完成這些下載的時候 你要通知哪些訊息給遠端 好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在這樣的一個 不管叫做Boot Manager啦 或是說Bloader 都要克服一個很難的問題 好就是說呢 我在一開始呢其實怎樣 我資源是很有限的 好甚至呢更尷尬的狀況下是 你很可能連主機體 好英文叫做Mem Memory 主機體都沒得 運用完整 也就是說你有你有機體可以用 但是只有一小部分的機體可以用 好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主機體呢也許很大 可以現代電腦 比方現代手機隨便都有8G 16G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對不起 對不起 在一開始呢 那個8G也好 16G也好 那麼大的機體 你一個Byte都不能用 好所以呢 回到剛才那個 液體 這個東西跟Bloader有什麼關係 因為像Bloader 或是就是這一類的這個程式 在一開始呢 他很可能主機體完全不能用 也就是說他一開始呢 可以存取到的機體呢 可能是在晶片上的機體 那這個晶片上的機體 往往是圍堵的 所以像這種部分 或者說他可以做可讀可寫 就是有一段區域的機體是可讀可寫 但那區域非常窄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樣一件事 就是說 像你要設計一個Bloader的程式呢 你往往就會有這種考驗 就是說 我只有相當小的範圍 是可讀可寫的 所以我不希望 去佔用寶貴的機體資源 注意到喔 像剛剛Bloader 那或者說以後呢 你有機會寫到一些device driver 那有些device driver 就比較尷尬 就是說他要跟 裝置上 就是說你的device driver 一般跑在Lindus上 跑在Windows上 對不對 所以在Lindus上 在Windows上 你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動用 但是呢 難的地方是什麼 難的地方是 你很多時候呢 在寫這個device driver的時候呢 你要接觸的對象是 裝置上 那裝置上呢 他也有記憶體 可是裝置上的記憶體呢 一樣有類似的問題 他很窄 就是他也有很多限制 好 那這時候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一戰爛技巧就能回到了 好 這個技巧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要交換兩段 空間的數 資料 你可以把它講成兩段空間的數值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再擴展 比方說你把這個 int 換成什麼 long 換成longlong 或是換成更長的 那只要能夠做 數值運算就可以 好 那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好玩的地方 在哪裡 這個東西好玩的地方就是說 我今天呢 我可以從八個位元的整數 像是CHAR 八個位元的整數 延展到16位元的整數 32位元的整數 64位元的整數 甚至如果說你的硬體來講的話呢 能夠支援128位元的運算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它延伸到 128位元 128位元 那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技巧 注意到哈 這個技巧呢衝動到底是什麼 就是 BYS的操作 你這做的是什麼呢 做的是exclusive over 好 然後呢 從這個案例呢 其實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比方說給你一個數值叫X 好 另外一個數值叫Y 好 注意到我們 我換個詞好了 一個叫A 一個叫B 那A呢 表明說它是5 B呢是3 好 那你看喔 你先對 先用A跟B做exclusive over 就是5跟3做exclusive over 好 先想一下 你把它記下來 5跟3做exclusive over 好 你先把那個數字寫下來 好 那接著呢 你得到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我們叫做C好了 那這個C呢 再跟B做exclusive over 好 這時候都會得到一個什麼數字呢 好 練習一下 這講字喔 5跟3做exclusive over 你把這個值寫成C 好 提示一下 你可以用那個 你可以寫段乘次碼來乘次看 好 那會用手寫 好 那你看喔 C呢對B做exclusive over 會得到什麼 欸 你發現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會得到A 好 所以你看喔 一個數字 好 當我對5這個數字 對3做exclusive over 得到一個數字 好 再做exclusive over 對3再做一次 exclusive over 你又得到5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最簡單的加密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用 exclusive over SOR 注意到這個字我們要念成 呃 你不應該念成XOR 你要念成 exclusive over 好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呢 在我們的BYS 來講話呢 其實有很多非常好用的地方 好 但是 看起來不自覺 好 比方說的X加Y 做完運算之後呢 除以2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問題 好 那這件事呢 也跟一個東西有趣 叫做什麼 叫做B 在Biner search Biner search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呢 出現很久了 這個東西在1950代 它就出現了 可是呢 要證明它是正確的 要證明它實作是正確的 是非常難的 好 那這邊有一份 呃 簡報 你可以看到說 Biner search的這個演算法 其實非常的非常的無聊 但是我還是 還是瞄一下 好 你看喔 就說呢 假設呢 A呢是什麼 A是一個 連續的記憶體 大A是一個連續的記憶體 然後呢 呃 小A 是它的什麼 小A跟小B 是各自的邊界 好 那X 是什麼 是我們想要找的 資料 好 那 這個東西呢 是Biner search的這個演算法 你可以稍微 稍微描一下 這一些細節我就不講了 但是 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難的地方在於說 A加B 你說A加B有什麼問題呢 冰雪聰明如你呢 應該要了解什麼 A加B有可能會遇到什麼 Overflow 所以考慮到一件事 就是 假設30澳元的這個上界 是 W W假設是X 那個 X 跟Y的上界 所以你看到 如果是W-1 再跟W-1 做相加 或是W-1 跟W-2 做相加 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一開始呢 我輸入的XY很可能都這樣 很可能各自都是 都是有效數字 但是呢加完之後呢 就會可能我發生什麼 Overflow 所以呢 你大概可以察覺出什麼 Blind Search 提出之後呢 過了十年 其實十幾年 才被驗證 就是難度在什麼 X加Y 因為會有可能 有Overflow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改型這樣 那你想喔 改型這樣的時候呢 你剛才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就有點 有點頭暈了吧 好 注意到呢 如果你要理解這段程式碼的時候呢 其實你要去重新思考 思考什麼東西呢 有個東西叫 加法器 我們來思考一下 加法器 這個加法器呢 有趣的地方就在哪裡呢 來思考一下 加法器 看一下加法器 嗯 這個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加法器 就是 我們要實做一個 加法器的時候呢 一般來說我們來實做一個東西叫 半加器 也就是 像畫面中看到這紅色標的地方 就是說 整個電路 就是說我今天電路輸入 還有這個什麼 整個輸出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是完整一個什麼 一個加法器 但是為了要實做出一個加法器呢 我們會做一個東西叫 半加器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半加器呢 你看它的邏輯電路的顯示 好 然後你發現好玩喔 這個東西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從來看到兩個東西 好 你會看到一個東西呢 叫 一個東西叫 exclusive aura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趣的地方在於說呢 如果呢 你只要相加 但是不敬位 好 你用exclusive aura 可以怎樣 很很完美去展現 好 然後呢 你可以去把這個carry 好 就是這個 我們在做二進位的這個加法的時候呢 好 你做這個carry 所以你可以做這個end 好 然後再把什麼 把那個前面那個進位的值取出來 好 好 所以呢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有意思的地方呢 有意思的地方呢 在於說 我們剛才不是提到什麼 提到那個 全加器半加器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接著我們要去思考 因為我們現在不能直接做x加y 所以你不能做完x加y之後呢 再去判斷這個值有沒有overflow 好 這不是我們期待的 好 然後注意到呢 在特定的硬體上呢 當我 發生overflow的時候呢 這個電腦 好 或者說更正確的說法是 他的這個pipeline 也就是說 我在特定的電腦上呢 他在遇到這個overflow的時候呢 整個運算整個pipeline會停下來 也就是說 你原本呢 不管有多少數值輸入 好 一旦某一次 運算遇到offflow的時候呢 整個什麼 整個運算就停下來 好 所以勢必呢 我們需要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會需要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 比方說呢 我去 就是比方說這個 還記得剛才那個半加器吧 好 所以你看喔 像我這邊 我們x跟y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bys的 bys的end 好 然後呢 還記得剛才前面那個 is good see over 所以我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 做 就是把每一個位置 做相加 但是我不處理什麼 不處理carry 好 那這邊呢 注意到 send的是什麼 做carry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原本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x加y除以2 但是因為我們貿然直接加的話呢 會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overflow 所以 這時候我們去想 就是除以2 他本質上呢是這樣 是向右位移 注意到 除以2是向右位移 所以呢我們先解決這個問題 除以2 向右位移 好 但是這個向右位移的時候呢 會有個問題嘛 就是 呃會有這個 敬畏的東西要處理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展開 所以注意到呢 你看到這邊 你可能會有點疑惑 你可以去私後 你可以看這個影片 然後去做一個 你可以畫 可以畫一個簡單的真實表 好 然後去做處理 那 特別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看這些程式好必須要非常的快 好 尤其你在看linus kernel的時候 好 你很清楚吧 因為linus kernel的開發者 他會假設你對西語言有非常充分的理解 好 那當然如果你對西語言理解不是很充分的時候呢 有時候linus twice會跳出來 好 教一下你西語言好 或是教你一下英文諺語的使用 好 比方說問候你的家人 問候你的哪裡 類似這種 現在的狀況比較少 但是 但是還是會 還是會有 我想要特別提的就是說呢 因為在這些 大型的專案 像剛才前面講的linus核心啊 或者說像mysql啊 mozilla 那種很大型的這個 開放原始碼專案 那其實他們在這裡面呢 都有很多應用這個by是操作的 但是開發者呢 就像剛剛講的 他假設你對這個東西有很充分的理解 所以注意到 麻煩就像這是什麼呢 因為他對你這個有理解 好 你看喔 以我們剛剛的分析啊 個別看都懂 對不對 個別看啊 比方說啊這個東西 這個好無聊啊 這個又像又偽也 這好無聊對不對 再組合起來 就不是那麼懂 對吧 然後更難的地方是什麼 更難的地方是說 好比方說這樣寫 好舉問 這樣寫 有沒有畫緊的空間 我跟你講再講一次喔 這樣子寫的話 有沒有畫緊的空間 第一個好 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樣子撰寫的話 有沒有什麼缺陷 好再講一次喔 有沒有什麼缺陷 好那 這個東西呢 就在想 如果換一個不同型態 比方說呢我把它換成 呃 無號數的整數 把它換成有號數的整數 好這樣子做 會運作嗎 好這就是一個 一個什麼問題 好那 我們在上面來寫的話 是什麼 unsin integer 好那請你回去想一下 好在有號數 有著signed 的integer 那sin integer的時候呢 請問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好這個怎樣 這就是 呃要特別去想的 好 好然後呢 呃 在這過程中呢 我們來還是來複習一下 這個 除了複這個數字系統 來講話呢 我們這邊有一篇短文 好這短文叫做 呃 解讀計算機編碼 那這個 這篇文章就是 就是跟講說這個 這些運算的來歷 好然後我們直接來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呢 這個數字系統啊 其實某個角度想 其實它很像 呃 你每天看到的這個時鐘 好當然我們講的是 數位化的時鐘 好 好不是啊就是那個類比的那種時鐘 好那數位化時鐘有點像 只是沒那麼直覺好 好那總之你看喔 這個 像那個掛鐘 對不對 掛鐘呢它有什麼 1234567890 好到11的時候呢 又到什麼 又到 又到什麼 121234567890 11 又到12 好然後呢 其實呢我們在這個數字系統呢 某個角度也有點像 好所以我們就用掛鐘的方式 來去呈現 好然後呢 這時候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當我們去探討 二補數 二補數 二補數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 可以用這種 呃 弧線的方式 就是說 用這個時鐘啦 減法那種 去探討 所以這個底下有探討 而且還記得剛剛講阿貝爾群 我們講到群 群論 那甚至還有講到什麼 廢馬小弟弟 好 好 接著好玩的事情要發生啦 就是 如果呢我們去看這個 一補數跟二補數 很多人了解一補數跟二補數 怎麼了解呢 就是說阿這東西 這兩個東西就差一 就是 反正這個 一補數就是把 0變成1 1變成0 然後二補數呢就是 0變成1 1變成0 像這種東西 會補之後呢 再差1 但是為什麼他差1 為什麼數學家 為什麼電腦科學家 為什麼工程上 二補數獲得巨大成功 你可能解釋不出來 那這邊呢 就用什麼 對稱軸的方式去解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 藍色的部分呢 是一補數的對稱軸 那二補數的對稱軸呢 是 紅色的部分 所以你發現什麼事情呢 如果單純呢 只講這個 對稱軸 對稱軸的話呢 你發現什麼 這個 一補數的對稱軸呢 它其實不落在什麼 不落在點上 注意到 我們今天畫這個環狀的時候 對人類來講是連續的 但是對電腦來講呢 呃 電腦來講 始終都是 非連續的 所以我們知道 電腦是什麼 是一個離散系統 好 然後呢 在這篇文章的 第三階段的時候呢 就會遇到一些 很有趣的東西啦 像說 如果希望 你把 那個 絕對值 像這樣 你以前在中學時候 學過絕對值吧 對不對 就是如果輸入的 給你一個function 叫做ABS 它的輸入是X 如果呢 這個X的數值大於等於0 簡單就回傳X 那如果說這個數值呢 小一點 你就 你就回傳-X 好 所以我對它做一個什麼 呃 就是 呃 像是乘上-1的這樣一個操作 好 那可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希望移除branch 注意到 移除branch 那所謂的叫branchless 好 好 為什麼想要移除這個分支呢 好 有幾個考量點 第一個考量點是說 你就想一件事 假設呢 那 你的輸入 絕大多數的時候 都是正整數 好 或是0 就絕大多數都是正整數-0 但是呢 呃 有極少數的案例呢 它是負的值 然後呢 如果呢 你這個做ABS的運算 被攔截了 或是被記錄了 所以我就做運算 因為多數的時候 只回傳X嘛 很快 可是呢 在極少數的案例 我們知道什麼 它需要做一個-X 那做這個-X 或是把X乘上-E 這件事呢 是怎樣 涉及到額外的運算 那 所以它耗費的這個 時間走起會略長 好 那很不幸的地方 如果呢 有新人士呢 專門去統計 統計什麼 統計耗費的時間 我是不是可以猜得出 你的數值範圍 對不對 那你說 知道這種事有沒有用 哦 這東西有用啦 然後呢 你可以搭配看上面這一部 這一部影片 這部影片呢 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就是台灣有個鋼琴家 這鋼琴家很有趣 這叫做關大維 雖然我沒有常常聽他的作品 但是他的頻道蠻有趣的 其中一個頻道呢 他就用這個Ubuntu Linus 對 Kuba 鋼琴家也要學Linus 他就在Ubuntu Linus上呢 作為一個試驗 就是他去敲打鍵盤 然後做這個 做這個數學分析 那個分析的原理呢 有點像這樣 就是說 當然我們聲音呢 本質呢 比這個東西複雜度了 但是為什麼人 可以去判斷不同的聲音 對不對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從 音色 音頻 還有一些間隔 然後就是我們會知道 一些聲音特性 所以反過來說呢 如果 你可以找到一些規律 那這個規律上呢 就是 我可以看得出 不同的輸入 還有不同的行為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打字的時候呢 總是怎樣 總是同一的聲音 當然這種攻擊就無效了 但是呢你看到 這種攻擊其實很好用啊 像這一段 這段程式碼呢 在做什麼事 就像他名字所暗示的 它做什麼 在做Memory Compare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 Memory Compare 你平常想要用在哪裡 用在很多地方 那如果說Memory Compare 用在哪裡呢 用在 比對密碼的時候呢 這就很恐怖啦 你看到 如果你一開始輸入是 Password 然後呢 如果你第一個字緣就失敗的話呢 立刻就回傳了 所以時間很短 但是呢 這個 當你輸入一個字串 叫Pasta 所以你看他耗費時間什麼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回傳 比對下 如果你輸入東西Q 跟Pasta去比的話 那完了 那輸入Q 顯然依據上面這個實作來講話 也就是很直覺的實作呢 你很快就回傳了 但是Pasta 它竟然佔用四倍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占用四倍的時間 推得一件事 前三個資源 是一樣的 那 所以我已經拆出前三個資源了 可怕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你原本的字串多長 P A S W O R D 你有八個資源 但是因為剛好某一次的輸入叫Pasta 所以呢 依據這個實作呢 你已經拆出三個資源了 所以你實際上只有 其實欠五個資源 那五個資源呢 所以原本你看到 原本排列組合是非常 排列組合是非常多種的 但是怎樣 因為這個 因為 這個 Memory Compare 洩漏這件事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呢 我們要需要一個設計 這個設計是什麼 不管你的輸入是什麼 我耗費時間是相似的 才能夠避免這種Side Channel Attack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隨著電腦運算加強化之後呢 這個Side Channel Attack 變得非常 衝擊非常大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Side Channel Attack 在OpenSSL OpenSSH 這種知名的程式呢 其實都這樣 都曾經發生過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資訊安全的領域呢 其實有很多這種 有很多這種 branchless的一個運算 那這邊有一篇文章 這邊文章就是 BLSSL 你從它名字就可以猜出來 它是一個什麼 SSL實作 還有跟你講說 為什麼需要什麼 長數時間的這個加密處理 加減密處理 那加減密的處理呢 不管它做了多少事 我們就不希望怎樣 不希望說 比較短的字串 或是說比較 看起來比較小的數值 或是分佈在某些範圍 比方說做這個運算 對於正的數值 耗費時間很短 對於負的數值 耗費時間很長 就像這個底下 ABS就很經典 你可以從它執行的時間 可以回推出它的分佈 那光是瞭解的分佈呢 其實這樣 乍看之下好像沒什麼用 但是不要小看 這個你可以搭配什麼 搭配hidden macro model 就是隱藏的馬可敷鏈 你可以搭配一些統計模型 這個記憶分佈呢 其實怎樣 你可以從這篇論文 可以看到說這種衝擊 其實是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可以用到這種sidechain attack 拿到手機的RSA private key 聽起來是很可怕對不對 但是也不要太恐慌 因為我們資訊技術一直在進步 所以注意到 你所不知道西元 我們其實想要帶著大家 來理解什麼 專業的程式設計 好 那底下呢就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真實表 那這就是講這個什麼 在這個計算機變碼 那我們回到這個bwise的操作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現在了解bwise的操作 這次之前呢 一定要非常清楚 就是二金位還有數值的表示 那底下呢我們就再錄出這個 從這個csapp第二章 就是 那這本書呢是來自 卡尼堅美東大學教授 撰寫的這個書籍 這寫得非常好 他前面講到整數 五號數 然後面呢講到這個 浮點數 那你可以看到說呢 在csapp呢 書很厚 但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他就是思考層面 很廣泛 而且這個教材呢 一直有在更新 那除了你要看這本書以外呢 強烈建議你也要去看csapp的網站 官方的網站 那兩位CMU教授 不定期會更新一些資訊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問題 很多時候的源頭呢 都出於什麼 因為我們所謂的整數 就是 對於人類數學上講的整數 其實這件事呢 是不能完美的規範在這個電腦裡面 好 剛剛講過電腦呢 在做任何事都有空間上限制 好 而且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涉及到複數的 好 就是注意到 數學上複數有兩種 兩種 一個是正 正負 負負得正那個負 對不對 就是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正號負號那個負 好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是complex 好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完全不會講complex number 好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複數 好 好 雖然這兩個字寫法不同 一個是negative 一個是complex 好 但是這個漢語念起來都是一樣的 都叫 都叫複數 好 但是注意到我們這次講錯 完全不會講complex number 好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複數就是講negative 好 那在表達negative number的時候呢 有個困難就知道什麼 你會需要二的補數 好 至於為什麼需要二的補數 好 請你參照 解讀計算機編碼 好 那總之呢 有這樣的一個編碼之後呢 整件事會變得很 很詭異 好 什麼詭異呢 好 不要說你看 十禁位的一二 一五二一三 跟就是正的一五二一三 跟負的一五二一三 那對人類來講的話 理解這很簡單嗎 就看 就是沒有寫負號的話 就是正數 對不對 這個好 很好理解 然後呢對人類來講正的零 跟負的零是一樣的 但是零 有沒有正 負 看到的都是同一個零 但是呢你看 尷尬的地方是什麼 你在十禁位表達一五二一三 這個東西看起來很好懂對不對 但是呢在十六禁位 注意到 十六禁位也就是所謂的 機器表示法 機器表示法呢 你看到 就是正的一五二一三 表示的時候是 3b6d 好 那負的值呢是 c493 好 這時候很尷尬啊 對不對 你光看十六禁位完全看不懂 這兩個數值 是正的負號 就是明明十禁位看起來很有觀念 但是怎樣 就是在十六禁位的時候看不出來 然後呢 在十六禁位的時候 在二禁位的時候就研討完 二禁位的話呢 最後一個位元 是一樣的 是一 那其他位元呢 剛好怎樣 剛好顛倒 對不對 就是一的變零的 零的變一的 好 所以呢這個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二補數的系統 好 注意到二補數的寫法是這樣 2 就撇好撇在這裡 好 那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不是所有的這個位元組合 都可以表達合理的這個數值 那事實上有些 數值我們是沒有要表達的 比方說給你十六 就只給你十六個bit 也就是給你兩個byte 你能夠表達 一億兩億三億嗎 這麼大的數字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然後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它會有什麼 它會上一個範圍上的限制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我們繼續 就像剛剛提到的就是 事實上呢 受限於電腦離散的本質 好就是我們講這個 呃 我們所謂電腦 你可以把它想像說 像圖靈機 當然圖靈機是理論的 那 不管是圖靈機這種理論上的這個 概念上的一個計算機 或者說各位 每天用的電腦 這個東西本質上它就是離散系統 離散系統其實就有這種問題 那 呃 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會遇到像overflow 好 然後呢 或者說像特定的運算來講的話呢 像這個 像什麼呢 呃我們有時候會遇到很複雜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開根號 開根號的話呢 其實你會有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就是 能夠根號16 根號16你知道是4 根號5 然後你可會得到某個數值 那 請問根號-1 是什麼 那你說 那個就是complex number 好 這個complex number 我們該怎麼去表達 這在一題的地方是說 complex number 在這個C99 事實上是有辦法規範的 就是有辦法去表達 但是 它有一些限制限制限制 請你去讀相關的材料 好 然後呢 現在我們來探討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就是 陷阱表示法 對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說 除非你的未運算 有違反一些規定 好 那否則一般的運算 不可能產生陷阱表示法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 這個概念 好 那接著我們來探討 就是說呢 在這個畫面中 你可以看到說 有B2U 然後 B2T 這個東西在講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 未緣 未緣的轉換 好 那注意到那個T呢 是什麼呢 T呢 是2的補數 所以注意到T 是2的補數 然後呢 U是什麼呢 U是unign 就是 不是unign unique uniqueness 所以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到5號 但是就是說 它是一個unique的表示 好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呢 你看 就是我們在二進圍的時候表達 比方說 你從0000 好 逐漸改變一個位元 改變一個位元 一直改變到下面來 然後呢 好玩那邊是什麼呢 上面跟下面 然後你看 這邊跟這邊就差一個什麼 就差一個位元 那 那 這邊1跟這邊差一個位元 然後呢 這邊差什麼 這邊差兩個位元 然後呢 這邊又差一個位元 好 然後呢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一點 就是說 你今天用5號數的時候呢 看起來好像可以很容易的跟 我們人類的這個 自然的數值系統比起來 但是呢 你在2的補數的時候呢 整件事變複雜了 你看 你看7 7完了是變什麼 負8 負7 然後呢 這個8呢 負8有一個 存在一個負8 但是呢 有沒有正的8 在2補數系統是沒有這東西的 那你說啊 這東西我早就懂好無聊啊 這不是早就學過 可是問題來了 這件事呢 不要小看它 這東西呢 在西語言的規格書呢 有特別去講 事實上呢 西語言什麼時候發展呢 西語言呢 在1972年 到1973年 是一個早期的西語言 那後來到1974年的時候呢 這個 UNIS的作業系統用西語言重寫了 重寫成功 也就是UNIS的第六版 第六版 是第一個用西語言重寫的 好 所以他知道一件事呢 事實上呢 因為西語言的時空背景 就是在1970年代 1970年代呢 其實有很多電腦 其實不是 16輕軌的 也不是32輕軌的 他們用的系統很奇特 是比方說有36位元 還有18位元 對你沒有聽錯 36也好 18也好 你發現什麼事 他都不是2的N次方 對吧 不是整數次方 所以呢這個 這個系統為什麼會發展呢 好這道簡單 因為找起電腦來做什麼 浮點計算 36位元的系統 18位元的系統 在數學運算有他的好處 特別在浮點數的表達 然後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在1970年代 其實呢當時的二進位 假如說 當時的二補數系統呢 沒有獲得巨大成功 這件事反映到什麼 比方說呢在TCPIP 我們知道TCPIP的前身 是來自什麼 來自這個APANET APANET 就是美國的這個軍方的研究計畫 然後呢這個APANET 現在呢是在1969年 第一次上線的 他所用的這個數值系統呢 就是用他的那個補數是什麼 一補數 注意到那時候不是用二補數 所以注意到呢 西元的時空背景 其實有這樣的規範 也就是說呢 西元其實沒有說 他的INT一定是二補數 但是呢在UINT 注意到這個有底線T 底線T表示什麼 用Type Define 定義過的 所以 像INT32底線T 這些 透過Type定範過的這個數值呢 他就是二補數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呢 所以呢 西元你看喔 這個東西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再一次我們看到歷史的偉大 對吧 就是你要了解這個歷史背景 所以 因為西元是在這麼早期的東西發展了 而且西元呢 希望 請可能向下相隆 就是向下過往 好 那當然你會發現很多城市員呢 像Java也是說向下相隆 但是你發現其實做到一定程度之後 Java已經很難向下相隆了 如果你有機會拿出20年前的書 你可以跑跑看一些範例 那你發現 根本連編譯都會失敗 因為他就跟你講說 這個某某Method不准用 某某語法 我們已經棄制了 某某東西我們就不給你用 某某package不給你用 但是西元呢 西元呢 西元其實是非常尊重歷史的一個城市員 但是尊重歷史不代表他發展 不代表他守舊 其實西元一直有在往前發展 那我們今年是2020年 那你可以看到新的西元標準 在討論 那上一次修訂呢 我們稱為叫西17、西18 也就是2017年 2018年有修訂 那修訂的這個標例 主要是針對西2011年的西元標準 那回到這個案例的話呢 你可以去交叉看一下這個 西元規格的一個註角 就是講出這個 講出這個 剛剛講的陷阱表示法 然後呢再來是我們來看這個位移 事實上的位移有兩種 一個叫做Logical 一個叫Alismatic 就是一個叫Logic位移 一個叫算數位移 那 先來講算數位移 算數位移這個東西 討厭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要保留它的Signbit 也就是它的這個 呃 去表達它是正號負號 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Signbit 那我們必須要保留 所以 算數位移呢 相對於邏輯位移呢 其實就要特別考慮到這件事 然後呢再來是說呢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位移 不管是左移 右移 其實呢會有涉及到 位移被捨棄 或是說也需要補零 像這個左移 就是左移來講的話呢 最大我們這邊講的左移是 就是講這個 邏輯上的左移 那所以呢我今天 把X 左移 左移這個Y個bit 這個東西叫左移 然後呢 超過這個能夠表達方式 假設我用三四位移來表達 超過 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被丟棄 然後呢 在 因為你往左邊移嘛 那右邊的話不連 那通理呢 如果你右移 那右邊的位移 會被丟去 你說天啊好無聊啊 好來繼續看 來想一下 那請問 請問像這種 這東西呢是什麼 注意到 所以今天這個東西呢 假設INT呢 是用三四位移去表達 然後呢我就把它左移三四位移 那會得到什麼東西 注意到這東西呢是什麼 未定義 那你說這個東西未定義 有什麼搞同 有 因為你可以算得出結果 注意到這段程式碼呢 你可以去編譯看看 然後看一下它怎麼結果 然後編譯看看 然後觀察它的那個警告訊息 甚至如果說你手頭上有不同版本的編譯器的話呢 你可以去比對一下它的警告訊息 或者是錯誤訊息 然後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過去 有一些程式碼呢 運用這種未定義的特性 然後去實作出一些比較特別的機制 那這邊我不想要特別探討 因為未定義的東西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trick 那但是特別注意到就是說 因為你我都會接觸到一些有歷史 有歷史典故的這個程式碼 比方說你可能有聽過Xwindow Xwindow在Linux上的這個桌面系統 其實它是很廣泛的用到Xwindow 或是TCPIP 那像Xwindow是從1984年 然後TCPIP呢你可以追溯到1969年 那當然我們真正用的TCPIP stack 一般來說都是80代90代發展的 那所以你看到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有很深厚的這個歷史典故 那有意思的地方呢 有些程式碼像Xwindow Xwindow的程式碼就很酷啊 它可能就從90代的程式碼好了 你可能看到程式碼就寫1990幾年 1991啊1992一直延伸到現在 的確會有種程式碼 所以這種程式碼就會遇到一個尷尬的狀況就是 就會有這種未定義的狀況 那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當你去誘移一個負的值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會涉及到邏輯位移 有可能是算數位移 那蜥語言對這件事呢是沒有定義的 所以特別注意到這件事 那你說這個東西沒有定義 有沒有辦法求解 有辦法求解 所以注意到呢 這也是為什麼你需要看規格 因為這西元標準對這件事沒定義 所以呢 它有可能會得到邏輯位移 也可能得到算數位移 然後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特定的那個指令 比方說intel架構啦 或是on的架構呢 對於 右移 它也有可能會怎樣 會共用 就是可能會一些 就是位移來講 它可能會有幾個東西會共用的 那右移的話你可以來參考一下 就是看一下邏輯位移 那個算數 就是邏輯的左移 算數的左移 邏輯的右移 算數的右移 那你可以看一下哪些指令是有功用的 好 那所以特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呃 甚至有些編譯器呢 可以改變什麼 改變語義 好 所以像這個右移個複數的時候該怎麼辦 好 那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一些 典故 就是一些比較有歷史感的那個程式碼 像剛才講的 Xvindor啦 或是網路堆疊 你不能只看原始程式碼 你要看它怎麼變異的 為什麼 因為可能會下一些參數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GCC裡面呢 怎麼去做什麼 怎麼去規範那個 右移的語義 因為 如果它的那個語義不對的話呢 會得到跟當初開發者不同的結果 好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要看期限規格 因為你不能只看 符合規格的 你要看不符合規格 那不符合規格 因為歷史因素 我要保留的時候 我該怎麼做 好 然後到目前為止 我們解釋到什麼 整個這個 這個B-wise操作很關鍵的東西 左移 右移 好 那接著我們來繼續探討 探討什麼 探討有號跟五號數 好 有號跟五號數呢 絕對不是把那個 那個什麼 把那個3bit表達進去就夠了 因為它也有什麼 二部數系統 好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 轉換跟比較 好 那這邊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為什麼你需要很認真的去想這個 即便是很資深的工程師 也可能會犯些錯誤 好 那這個錯誤呢 好 注意到 這個例子呢 我今天呢 N 一開始的數值呢 是指定成10 然後它是一個整數形態 那接著有個4回圈 那注意到4回圈的成立條件是什麼呢 是這 整個運算 要大於什麼 大於等於0 好 那如果符合 運算條件的話呢 我現在 符合這個回圈 成立條件的話呢 我會先運出I這個資源 對吧 然後呢在幹嘛 在做I減減 好 好 看起來單純的東西呢 很有趣喔 這一段程式會造成無窮回圈 為什麼呢 因為size of 注意到齁 size of是什麼 它不是function 它是operator size of是operator 它是一個運算值 那這個運算值呢 它的回傳型態是什麼呢 它的回傳型態呢 是un-signed integer 好 所以 注意到齁 所以這一段 注意到齁 這一段會得到un-signed integer 好 好 那連帶呢 I去跟這個un-signed integer做運算之後 I也會變成什麼 也會變成un-signed的形式 好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喔 因為size of是一個operator 那這個operator 回傳的東西 就是一個什麼 un-signed形式 那當我一個數值 我一個數值呢 是 就是一個整數形態 去跟一個什麼 跟一個un-signed integer做運算的時候呢 我就會整個變成什麼 un-signed integer 好 那一旦 左邊這一串 都變成un-signed integer的時候呢 就尷尬了 un-signed integer總是大於等0 所以這一段程式碼 就變成什麼 這段程式碼 就變得無窮迴圈 好 你說天啊 無窮迴圈這麼容易啊 對不對 還不用駭客攻擊 還不用什麼的對不對 先承認吧 你自己就是駭客 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要怎麼對公司有貢獻 其實想想 有時候 很難過的事實 但我去告訴你 有時候你不做事是 對公司最大的貢獻 你變成脫油品 是需要其他同事幫你 我不想講那個字 擦什麼東西啊 擦擦桌子 這個就是 你很多時候呢 其實很尷尬對不對 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公司沒有你 它運作得好好的對不對 尤其像這段時間 如果你被隔離 公司還是運作 而且更快解出barg 有時候你要去想一下 我該怎麼辦對不對 好 那注意到呢 就是說這樣的程式碼呢 其實是蠻可怕的對不對 因為我可以告訴你 它的這一段程式碼圈 我一開始告訴你 它是無窮迴圈 但是如果它是 隨機一段程式碼 或是這段程式碼 你根本就看不到 它可能是在 某一個library裡面 內部的實作 某一個 某一段你所參考 或是運用的 open source的程式碼 或是說你花了大錢 去買出來的這個程式碼 你在stake overflow 好不容易找到一段程式碼 就複子貼上了 好像合理了 但是怎樣 發現它是無窮迴卷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今天講這個有號數 跟無號數的變換 其實呢 並想像的複雜度了 絕對不是畫畫表格 絕對不是說畫個圓啊 跟你講說 什麼這有號數無號數啊 什麼是加入瓦群啊 對不對 什麼是阿貝爾群啊 什麼群 不是那麼簡單 你必須要有個直覺 我不想要講什麼 什麼肌肉記憶法 不肌肉學習 我不想 我不信那一套 但是你必須要很清楚 因為寫出有問題的程式碼 太容易了 好 然後 這邊有個參考資料 那這個是也是那個 剛剛講那個 CMU 就是剛剛那個 CSAPP的作者 那兩位教授呢 他有列出C90跟C99 其實這個有落差 那特別注意到就是 這個是工程議題 這個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對這些規格非常理解 但是很尷尬的地方是說 因為你可能免不了 要去改一些 有歷史感的程式碼 也就是說 這些程式碼 可能從90代一直到現在 所以他可能會跨越不同的語言標準 那或者說 你剛好就是 有機會做到一些很古老的東西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東西看起來好像很新潮 對不對 但是其實 他就是把過去的 舊的資料拿過來延誘 或者說 你在網路上尋找資料的時候 你要有辦法判斷 判斷這個東西 是不是有一些潛在問題存在 這是為什麼各位要受教育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講座 好 然後再來是有個東西叫Sign Extension 就是說 像你看 比較寵的 講說比較窄的 擴展的 比較寬的 這個 位遠的表達範圍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個 所謂的Sign Extension 所以你看 原本呢 這個紫色的地方是什麼 紫色的地方是 只有這個一個位遠 但是呢 我把它擴展的時候 那這些都怎樣 就會跟著 跟著去擴展 那 特別要注意到 因為有Sign Extension 這樣的一個東西存在 所以呢 它的這個 惡進位 的表示方式呢 其實就會有很大的疑慮 那你可以 Google搜尋找 很簡單你就找Sign Extension 然後再找 呃 再找 找一些 呃 或者說 找一些 Bug 有很多 軟體的缺失啊 很多 軟體的問題啊 或是那種CVCW 這些 這些程式弱點 其實都來自什麼 來自 Sign Extension 它的概念真的很單純 就像畫面有可能 但是往往 因為人 沒辦法一眼看穿這個事物 就像你會看到說 很多那種 呃 實施報告 比如說火箭發射失敗啦 或者說 呃 高鐵追撞啦 或是駐路實驗 加入事故 你會發現很有趣就是說 追查到最後 有可能 它的報告 算寫得很長 但是關鍵幾個因素 發現是 呃 某個整數啦 它的發生什麼 Overall 或是某一些 那所以真正的導致 但是 錯誤的原因呢 可能它可以歸納成 短短幾行程式碼 或是短短 幾個片段 就可以表達 好 但是難就難在這個 你要從這麼龐大的形象 篩選出真正導致問題的點 好 那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世界 需要工程師 好 因為到目前為止 電腦還不能完全取代人們 當然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做的事情 就是很瑣碎的 就是從程式碼 從頭 看到尾巴 看到頭 或者是看了一次看了兩次 你做的只是這件事的話 你就真的要想 因為這件事呢 很快就會被程式分析器 靜態程式分析器 動態程式分析器 或是所謂的AI 這些有可能就會被取代 好 然後 然後 呃 接著我們來思考 就是說 這個 這個什麼東西呢 好 就是 30 呃 當給電的數值呢 是345元整數的時候呢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ABS的這個運算 可以是可以是這樣 好 那這個在我們剛才講那個 解讀 這部 計算器編碼 其實又講到這個 又講到這個案例 就講到這個 ABS的案例 所以請你去 對照看這邊的說明 去去理解 然後這邊 可以看到這個ABS 好 那我們上面有提到 呃 兩個主要的手法 那請你交代對照看一下 好 然後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說呢 基本上在探討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你 發覺什麼事情 我們講這個BYS呢 更多的時候 只是要從這個數值的範圍 好 那搞清楚呢 他做了什麼 做了這個 像剛才講到Science Tension啊 或者做了這個 Troncation 就是我從比較大的 從比較寬的 把它轉型成比較窄的 你不能說呢 我Cast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數值 我比對結果 然後就覺得是對的 你怎麼知道 對所有數值都是對的 好 你要想一件事啊 上面這個東西 有可能呢 有可能比你想這麼寬多了 他可能有128位元 好 那底下呢 有64位元 好 你把128變64 你想說啊 只是128變64 那請問你要檢查的東西可多了 對不對 你說小的數不用檢查 OK 那大數開始檢查吧 那還檢查這麼多種組合 好 你想想看 這需要多少排列組的 從128縮減到64 有多少排列組的你要去檢驗 好 那你說啊 應該不會有問題啦 我會說我去找一些空的Case 好 那隨便再帶一個東西啊 那請問 今天是 5號數 然後把它放到 有號數比較窄的有號數 會發生什麼事 對 好 所以你看呢 我只要把那幾個議題帶進來 好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沒有把這些事想得很清楚 你根本就不用寫程式啦 因為 你再怎麼跑結果 都是這樣 都是錯的 好 或者說呢 你居然跑了結果呢 那個結果也沒有怎麼代表性 好 然後呢 還要記得上面不是都講過一些 未定義的行為 好 比方說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像這個 好 左移右移 好 那你要搞清楚哪一種是呢 未定義的行為 好 然後呢 在複習完這個 欸 抱歉 難錯了 在複習完這個 呃 數值系統之後呢 好 我們終於呢 可以幹嘛 來前進到這個 BYS的操作 好 那BYS的操作呢 其實呢 說穿了他其實 基礎的東西很單純 有點像那個 你知道嗎 就是 有點像說學這個英文 英文呢 字母很單純 ABCD一直到Z 先不管你怎麼念 你怎麼發音 然後呢 組合一些單字也是很簡單 AT ON OFF 對不對 這些單字看起來很單純 然後接著文法 那英語的文法 其實相對 漢語來講 好像比較簡單 但是什麼 一樣啊 組合起來其實還是很困難的 你要怎麼寫出一件 呃 令人深刻的 這個文章 好 其實你需要很多的構思啦 那其實程式設計呢 更更明顯 好 那我們回來這邊來講話 就是 這邊我還是快速介紹一下 雖然你可能會生氣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就是說 像這邊來講話呢 注意到喔 這邊寫一個 寫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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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寫兩個呢 是 Logic 好 所以搞清楚啊 來看一下這個案例 所以呢 這個 BYS的3跟4 好 來看一下第一個案例 BYS的3跟4 那3呢 二經會是什麼 011 44 100 好 注意到喔 011 100 這差了幾個bit呢 這差了三個bit 好 所以注意到他差了三個bit 好 所以呢這邊兩者什麼 沒有交集可言 所以這兩邊取交集就是這樣 一個位遠都沒有交集 所以你得到東西就是 000 好 那如果呢 是這個例子 24跟16 好 24跟16這個有趣啦 你看到 24等一段 等於3824 好 那16等一段 16你可以把它稱成4乘4 好 或是2的7次方 好 那你看到 這是我們在十經會的直覺 那這在十經會的世界呢 就很有趣啦 好 二經六呢 二經會的直覺呢 就很有趣啦 我們可以把24 拆成什麼 16加8 好 所以我們接16 對 16呢 16在哪裡 16就這裡有 好 那我再加額外的8 好 所以我加額外的8呢 其實意味著什麼 8怎麼表示 8呢 就是1 000 好 然後呢 那 1000呢 這邊 100 那旁邊再加一個1的時候呢 就變什麼 就變24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取兩者的交集是什麼 它就是16 這樣就是16 好 好 所以特別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在 所以注意到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 一個表示方式 那像我以前在學這個 BYS的操作的時候 我也是 呃 練了好多啊 那時候就有畫真指表啦 或是說我就是 呃 那時候比較笨 因為那時候我學那個 BYS操作的時候是國中學的 所以 那時候那時候很蠢啊 蠢到都不好意思跟你分享 來才講一下就是 我就真的是把它二經會寫 好 而且我希望我可以很快對應好 這個我不知道這個叫做 叫肌 那個什麼 肌肉學習啊 反正我就是把那種素質 都把 因為二經會寫 都把它列出來 好 但是 你現在有很多工具可以協助你 所以大概有概念就好 好 那特別要搞清楚是這種 好 注意到 兩個and是logical 所以注意到呢 logical來講話呢 這個東西很有趣啊 logical來講話呢 這個 就像它的 字面上的意思一樣 它是邏輯 所以呢 對你來講呢 17跟23做這個 logical的運算呢 它是 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只在意 邏輯上的0跟1 所以你看喔 17呢 不是0 就是 就是 它0就是false 那不是false就是tru 所以17呢 就是tru 好 那23呢 因為它不是0 所以它是tru tru對tru就是得到什麼 就得到1 好 所以注意到啊 今天不會顯示tru 好 因為在這個西元來講 我們做完這個運算 就寫1 好 所以注意到呢 今天的這個輸出呢 如果你是171拉23 反正不管什麼鬼東西 只要不是0 左邊不是0 右邊不是0 好 我就會回傳 做這個logical logical的end 就會做一個 就會做1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啊 所以我們從來做這個操作 好 那另外一個顏色問題啊 呃 在 另外一個顏色問題就是說 or or or就比較好 or的問題也是很有趣啊 就是 像那個有兩個 兩個這個東西叫什麼 logicalor 對 好 像這個東西啊 兩個是logicalor 好 那偶爾的話就是說呢 呃 左邊 左邊是觸 右邊是觸 那偶爾之後呢 就是 都是取什麼 取觸 好 但是呢 好玩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地方是 如果呢 你左邊呢 已經是 左邊已經觸了 右邊不管是什麼東西 它最後都會觸 好 但是呢 如果回到這個logical logical end 其實整件事就有點有趣啊 如果左邊已經是false 右邊會不會繼續跑 它不會跑 為什麼 因為它總是false 好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如果左邊已經false 右邊呢 多少數字都不中間 它就變false 那時候我知道這個有什麼批用 好 因為右邊有可能不是23 右邊可能是某個function 好 所以注意到 如果它是logical end 好 那 只要左邊 只要左邊是什麼 只要左邊是什麼 指邊是false 右邊就不會執行 好 所以呢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在logical end 是不會 是不滿足什麼 是不滿足交換的 好 所以你看到我們前面在講群的時候 不是有講交換率 好注意到這件事 好 但是呢 b-wise的end 16跟6做end 好做b-wise的end 或是6跟16做b-wise的end 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好 所以注意到 在b-wise的end 是符合什麼 是可以 可以左右互換的 但是在logical的end 是不能左右 隨便左右互換 好 左右互換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好 所以注意到這東西算你懂了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講 好 因為還是很容易犯這個錯 好 那這邊呢有一個線上的這個測驗 好 請你回去慢慢的練習 好這個就是 還不錯啊 你看這個現在網頁都有這個東西 按一按就會跑出結果了 這個記得我當年 我在學那個 學習演奏比較笨 好 那後來呢學java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網際網路 所以那時候有很流行的東西 叫java applet 就是 年紀比較小的朋友 應該就比較不曉得 好反正那時候很酷啊 反正就是會去download 線上 從那個緩慢的網際網路download 一個什麼 download一個笨重的程式 那個程式的功能就是給你按按鈕了 那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這個 這個互動的東西還蠻好的 那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些b-wise的操作 你會發現很酷啊 就是有很多影片啊 那也有很多這種像這種互動 可以讓你去了解 好 那注意到呢 這不是我們今天想要去探討的 不然你會生氣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正在要探討的東西呢 是他怎麼去運用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我們 在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你所不知道西原的講座呢 其實我們有點像什麼 去探討修詞學 就是探討一些成語 我們不是只講一個單字 單詞 我們會講的是怎麼去運用 好 然後呢 呃 注意到接下來的東西呢 在這個特別 特別你要寫這個 裝置驅動程式啊 所謂的device driver 或是要了解像linux kernel 非常非常之有用 因為往往呢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要 控制特定的那個bit 好 我們去設想一個情境 就說你看到 這個 這邊有一個unstead creature 是什麼 是一個A 所以A的長度呢 被保證呢 有8個bit 特別注意到 在西原規格呢 其實呢 只有定義最小的寬度 沒有說A呢 一定只能8個bit 有可能會有更多的bit 注意到哈 這個在西原呢 有考慮到不同的這個情境 當然我們這邊 為了討論上簡單 我們只講8個bit的情況 好 你有興趣自己去查 就給你一些提示去查一些通訊 就是西原用在不同的硬體架構 用在通訊的時候呢 有可能會有可能一個byte 一個byte不是8個bit 不過這個特殊狀況不去談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今天有8個bit 好 那有8個bit呢 然後我們有個操作叫set 那set的相反詞呢 叫什麼叫clear 好 注意到哈 什麼叫set set就變成1 所以注意到哈 如果a開始呢是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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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0 最高的那個位元是set 那其他是clear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念法 所以你要念set clear clear 好 這樣好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什麼 你想要去set 那注意到那個方向 方向很重要 那這個方向哪裡重要呢 就是 比方說你要從這個 第0個bit 第1個bit 好 所以注意到 我們剛才看 我們剛才講的時候是從什麼 高位元開始算 但是我們如果從低位元開始算 我從低位0 低位1 好 我想要設定這個位元的話呢 你可以這樣子寫 就是 這個 1 左1 左1個 好 然後再注意到做什麼 做 or 做or的時候呢 原本是底 跟他做完之後呢 就1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說 你可以推廣 第0個 第1個 第2個 第3個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這樣子寫 好 那你說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來思考一件事 假設呢 今天呢 你有八盞燈 好 八盞燈 那個燈的狀態呢 有亮跟暗 你聽起來很無聊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 如果八盞燈 你用一個 CHAR的 的陣列來表達 會遇到什麼悲劇 再想知道 我今天有八盞燈 然後呢 這個八盞燈呢 我用 用8個byte去表示 所以你看到 我可能用了8個byte 只表達八種燈的狀態 那八種燈的有什麼狀態呢 有2的八次方 對吧 256種組合 我用了八個byte去表達 但是其實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 你衝到只需要一個byte 就可以表示 為什麼 因為一個byte 就有八個bit 那我用每個位元去表達就好 然後你說 我們現在出的空氣那麼大 誰需要跟你這個 寸土寸進 這件事很簡單 什麼時候需要 考慮到這個位元的效率呢 比方說網路傳輸 對吧 我們當然希望說 網路的傳輸 所夾帶的訊息 越小越好 不能說呢 你每天都發費文 比方說我現在 在成功大學直播 對不對 成大師在pt上 是有名的 發費文大學 不能說你每天都發費文 然後就認為說整間學校 都在發費文 對不對 至少我們現在沒有啊 我現在很認真地在探討 你所做到西元 所以你不能用這個 這種心態去想 那在網路的傳輸 你看 我明明用一個byte 就可以傳輸的東西 你為什麼用到八個byte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說 你要考慮到 裝置 那我們的裝置呢 不是每一台 每個裝置都是這麼 怎麼 運算能力那麼強 出動空氣那麼大的 其實很多裝置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心臟 這個人工心臟放進去 要運作20年 所以呢 那在整個這個城市的鑽血 呃 城市的這個 維護啦 還有整個系統的這個 運作來講的話 必須非常有效率 所以要儘可能用 善用 寸土寸氣 不是善用每個byte 甚至每個bit 都要被妥善的規劃 好 那這個 人工心臟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能夠運作20年 不能有bug對不對 你說喔 寫軟體怎麼會 可能沒bug 對 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 人工心臟怎麼debug 人工心臟怎麼去更新 它的那個必要的元件 那就是說 好了 我不管那個人工心臟這種東西 那在現實上來講 什麼東西需要這樣子做呢 好 跟你講很酷 其實你每天都看到 像影像處理呢 就有這種需求 對吧 影像處理我們會遇到什麼 壓縮 所以我們勢必呢 不是針對byte 每個byte去處理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呢 事實上呢 在我們眼睛所看的這個畫面 好 這個畫面呢 我們看到有白色的底 好 黑色的前景的字 好 但是你也看到藍色的框框 好 那個框框的那個框線 跟裡面的那個顏色 還不同 好 像這樣的表達 你看喔 再想一下這個 這個框線 就是你看外面這一個 你很想看到的是不是藍色的外框 但是裡面呢 是有底色的 藍色的底色 那請問裡面的顏色 跟外面的框框 是不是同一個顏色 這問題很好對不對 好 跟講個 直接跟講個答案 他們在RGB的表示呢 只差非常少的部分 所以就是說 你今天用三顏色去表達 表達你的藍底 還有辦法你的藍框 藍色的框框 你會發現說 他們這兩者呢 只有非常少的差別 這非常少的差別呢 恰好呢 用這個什麼 用這個Bite Bite裡面的Bits 可以很好的去表達 好 那這種晚點在講那個 影像案例的時候 你可能更有感覺 好 所以呢 基於這些種種原因呢 我們往往呢 是逃不掉 需要什麼 需要對Bits做操作 好 那反過來去思考 為什麼 程式語言不讓你直接 存取到Bits 好 那反過來思考 既然有那麼多場合 可以讓你用到 有那麼多場合 需要用Bits 操作 那為什麼程式語言 不一開始給你 給你一個方法 直接操作這個位元呢 好 有幾大考量 第一個呢 在不同的硬體架構 要考慮到一個東西 叫Bite Order 這就是你所謂的這個 你一定聽過的東西 叫Big End點 跟Little End點 好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限制呢 應該有這樣的一個 呃 就像畫面中看到這個 對不對 有Big End點跟Little End點 所以呢 所以呢 這件事呢 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程式語言 直接讓你去操作 位元 好 就每個bit都可以讓你操作 那你寫程式就很難寫了 對不對 你寫程式的時候 哇那可難了對不對 因為 它會有Big End點 也可能有Little End點 甚至有個東西叫 Bi End點 Bi End點 也就是說 沒有打錯字喔 是一個叫Big 一個叫Little 但是也可以叫做Bi 好 不是這個字 不是Bi 是Bi Bi表示什麼 雙 雙項 雙種 並存了 所以就是說 有的硬體架構能是可以幹嘛 是可以Big End點 跟Little End點 並存 而且可以幹嘛 可以切換了 好 所以 因為有 有這樣的一個End點 有這樣的一個Byte Order 的限制呢 所以導致呢 程式語言給你 Bi 就是給你這個 直接操作bit 是很沒有效率的事情 因為你寫程式的時候要考慮到什麼 你要一聽到 做任何事都要列舉 現在是Big End點 現在是Little End點 或是現在要從Big 變成Little 或是從Little 變成Big 會導致你寫程式很沒有效率 所以 這些程式語言綜合考量之後呢 通常呢 是給你Bi的操作 但是不讓你直接碰到bit 好 避免寫程式的困擾 好 那基於這些種種原因呢 你導致什麼 導致呢 這個Bi的操作就 它很重要 但是程式語言通常呢 不是直接給你 是給你這個 Bi的操作 不讓你直接碰到bit 好 好 那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說 如果你有心呢 如果說在台灣工作 那在台灣工作呢 如果要找一些薪資比較 還不會太差的科技公司 那很可能要找一些硬體的工作 就是硬體公司的工作 我覺得硬體 硬體軟體也是相對 因為 其實比方說Google Google你說它是軟體公司 可是它也生產硬體耶 而且它生產硬體好像比 很多台灣硬體公司來得多 到底要叫硬體公司還是軟體公司 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去看Google的業外投資 Google的業外投資也蠻多的嘛 所以你可不說它都在搞財務槓桿 就Google搞財務槓桿的 賺的錢 其實比台灣 單純寫軟體的公司也賺得多 對不對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軟體公司 這也很能講嘛對不對 而且Google每年繳的稅 可能就比 很多公司來得多啦 所以 它在搞這些財務 搞這些避稅 對不對 這些錢困大挪移 那也是Google的一個很大的技能 你說對不對 你就很難講說 這個是什麼樣的公司 所以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講軟體公司 硬體公司其實是相對的 好 那回答是剛才講的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在台灣 有一個還不錯的 現在OK的 而且還想當工程師的話 那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一些聯發課這種公司 那注意到它在面試的時候呢 就是面試之前就有一關叫什麼 就是線上測驗 或者說 約你到某一個會議室 然後就可以測驗 那基本上 畫面中這些幾乎都是必考題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到set之後 所以注意到這個樣的形式 所以注意到 我不會叫你把它背下來 我也不希望你把它背下來 但是我希望你 反應快的跟背下來一樣 你沒有必要背 但是你反應應該要跟快 跟背的一樣快 因為如果說不到這件事的話 你根本就看不懂人家的程式碼 因為人家的程式碼 是沒有必要去註解的 就算它註解 它可能註解最高階的東西 比方說什麼 它可能在這邊的註解會說 喔 設定某一顆燈亮 或者說讓某一個周邊的功能 就比方說這個bit 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打開MNU 假設就是把 記憶體管理單元打開 所以你衝到就幹嘛 喔在那邊舉足 有沒有就在那幻想 就說喔 這樣子3就可以打開那個什麼 打開MNU了 然後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今天這個位元組 可能是一個什麼 可能是整個設 就可能戰存器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到 我的戰存器的寬度 可能是64位元 那它今天set 已經針對一個位元組去set 所以呢 明天你看另外一段程式碼的時候 它就不是這樣set 對不對 因為它這邊是針對什麼 這一段程式碼顯然是針對一個位元組 那我如果要針對一整個64位元的這個整數 或者贊存器的寬度去設定的時候 該怎麼辦 對不對 那你就看到完全不同的程式碼 你看 看到完全不同的這個寫法 但是呢 它上面都寫什麼 欸setMNU 那你這時候就想 到底剛才講的是對的 還是現在看到的是對的 還是呢 兩個都是錯的 對不對 我想 各位在閱讀程式碼的時候 該懂什麼困擾 尤其在學習Linux的時候 自己會遇到 因為Linux的核心的開發者 沒有義務教你 Linux核心的成果 開發者他們的義務只有溝通 比方說 他跟Linux核心說 我想要貢獻某某程式碼 或是說 我覺得某某程式碼有問題 所以我舉出某某程式碼有問題 某些程式寫不夠 或是說 這個程式碼應該被丟掉 所以他們花很多時間在溝通 但他沒有義務教你吸引員 他先假設 你是合格的吸引員開發者 你看了很多東西 但是 事實上就是 你還是有欠缺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 剛剛講了set之後 我們講clear clear呢 然後注意到這個形式 這個形式你看到 這個用over 然後那這邊呢 你大概也有感覺出版 over 相反就是要end 對不對 但注意到呢 我在end的時候呢 我需要什麼 需要可愛的波浪 好 為什麼需要可愛波浪 那我們再重新思考 假設呢 你今天所有的bit都被設定成1 在一個位元組裡面 八個bit裡面 全部的bit都設定成1 那我要clear 比方說clear 第0個 第1個 第1個bit 右邊數第1個bit 然後呢 所以呢 這時候呢 你就不能單純只靠位移 對不對 只靠位移不夠的 你要幹嘛 要給他反向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今天有做到一件事 有做一個東西就是反向 好 所以這邊 這邊應該對照應該就可以想 好 那你也可以去畫一些這個 真實表 好 那今天我們來講另外一個例子 好 另外例子就是 去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好 那你可以把一些macro寫好 好 所以注意到你們看到 這邊 一般你說你在linus kernel 就會看到類似這樣的程式碼 好像這樣 所以你要必須很清楚 好 比方說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這種 反向 反向跟這個end 好 所以你看到這種組合 你要很清楚知道它是clear 你不能只看它的macro的名字 因為它macro的名字可能會改 好 比方說現在名字叫做clear bit 對不對 它也有可能會寫什麼 它clear會說MNU set 對不對 那你就會被混淆啦 對不對 它是setMNU 設定什麼 記憶體管理單元 但是你以為這個set是上面這個set嗎 不是啊 因為它可能是把某一個 某一個bit清掉 但是它上面寫set 對不對 它講的是它要設定的東西不是bit 對 好這講是我們講set bit 是把某個bit 從0變成1 這叫set 那同理呢 clear就是怎樣 反正我原本不敢講這樣 我就把它設定成0 這叫clear bit 但是setMNU是一個更高階的話 所以注意到呢 你不能只看linus的核心程式嘛 在我20年前看linus核心的時候 還不用看arm的架構的 還不用看alpha架構的 不用看 但現在來講 你要看嗎 要啊對不對 你至少要看兩種架構吧 X86跟arm 那X86 你可能32位也要看 64位也要看 對不對 那arm要不要看 廢話也要看 那arm有32位的arm 也有64位的arm 所以你看 你不知不覺要看的四種架構 苦吧 而且工作機會不同 我20年前 我那時候拿到 offer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很 很榮幸可以加入 當時台灣最好的 那個linus公司叫 王虎 你說我那時候做了什麼事 我什麼事沒有做啊 我需要問說要不要去王虎 就去了 你說我有沒有面試 沒有 你說我有沒有寫履表 沒有 你說我什麼事 我還做了什麼事 沒有啊 那就進去了說 就跟裡面人打招呼 你是傳說那種faxman 你是傳說那種某某某 對不對 就這樣 就進去了 只問我說有沒有聽過 我接觸過debianlinus 就進去了 你現在怎麼可能 對不對 你現在履表在說 我接觸過debianlinus 我接觸過ubentolinus sushilinus 我接觸過好多東西 對不起 人家還是要從策劃 還是要從西原 開始問你從基本東西 有沒有辦法做過什麼事 對不對 你不可能只是說我聽過某某東西 或是我好喜歡某某東西 就可以進入了 但是在20年前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 剛好這個需求 那個需求 能夠滿足就是那些人 好 言歸正傳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話 還記得剛才 最早跟他講那個什麼 呃 大寫的a 跟小寫的a的故事 還記得嗎 大寫的a跟小寫的a的故事 大寫的a 小寫的a 好這個 大寫的a 小寫的a 那這件事呢 好注意到 他其實是什麼 就是第五個bit 的變化 好 所以呢 我今天呢 這個大a小a 好 大寫小寫的變化呢 其實可以用這個方式來 來做這個處理 好 然後呢 呃這個是一個變化 所以注意到 excuse or 好這時候就好玩了 你看到 再來對照一下這兩個形式 好 一個呢 是我要set的時候呢 是這種形式的 好 所以呢 我會有一個基本的operator叫什麼 叫做 or 然後呢 我們位移呢 也是很基本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知道我是第幾個 所以你看到 我常常會講到第幾個 好 或是講到正符號 你就要想到什麼 為你 因為正符號涉及到什麼 這裡到sign bit sign extension 就是他會有為你 然後呢 or 對不對 你想要疊加 好 那clear你就需要and 對不對 就是我要去把某東西怎樣取消掉 好 所以我要去用到什麼 and 然後呢 我要搭配一個什麼 反向 好 那有趣的地方出選 可以做到什麼事呢 可以做到切換 好 所以你看到這段程式滿美妙的地方在這裡 第一個呢 它沒有if else的存在 但是呢 我可以把一變成零 零變成一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好玩啊 你看到這邊 呃 這個bit 本來是一 好 那我執行一次呢 它會變零 再執行一次會變一 好 所以你去思考一件事喔 在你以前呢 寫程式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寫過一段比較 看起來沒那麼優雅 好 但是你覺得很直覺的程式吧 對不對 就是if x等於1 我就把它變成零 好 那if x等於0 我就把它變成1 好 那你們想過一件事 這個就是反轉嘛 然後呢 我想要把某個 某一個byte裡面的某一個位元 把它反轉 好 那其實呢 只需要這樣的程式吧 好 所以注意到齁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這就有點像什麼 就像那個修辭 對不對 修辭學裡面講的那個 那個 一些技巧 好 所以注意到齁 這樣的組合 excuse or 其實就有這種效果 還記得我們可以開始 不是跟他講那個 最簡單的編碼方式 對吧 在那個 你所不知道的細緣 細緣呢 怎麼想做呢 數值系統的想做呢 我們其實底下有舉個例子 好 舉什麼例子呢 就是說假設這邊左邊有個原始的圖片 它是一個人的肖像 好 然後呢 你給他對 做and的運算 好 會看到這個 變暗 然後做or運算 欸 就是 過量 然後呢 做excuse or之後呢 欸 你發現怎樣 就看不出來幹嘛 很酷的地方是什麼 你再對另外一個 對 原本做excuse or 那個數字再做一次 因為得到原圖了 好 你看到 我今天有一個數字 講a 那另外一個數字b 那b是一把key 就是這邊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做了這個範圍 然後呢 我今天a跟b做excuse or 我會得到c 然後呢 這個c呢 看起來 你看喔 就是說如果你用每個p手去表示的話 它就會像這樣 根本看不出來幹嘛對不對 你看 用做and的運算做or運算 還看得出在做什麼 但是在這邊來講 根本看不出來幹嘛 好 但是呢 我c呢 在對那個b 就是原本你選定的key 去做運算之後呢 好 你會得到什麼 圓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excuse or excuse or 就有這種效果 就是什麼 就是這種切換 targo的效果 所以就這樣 好 那接著呢 這個東西 請你 如果不懂的話 用真字表 那給你一個小提示 甚至可以寫一個小 7元的程式 專門的幹嘛 專門把每個bit把它印出來 好 那如果說你有參與這個 linus核心設計獎的課程的話呢 好 那你可以發現那個 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練習 好 那在我過去的經驗就是 大概 用一個月 來練習bys呢 是跑不掉的 因為這東西真的很不直覺 而且呢 以高等教育來講 就是不直覺 我才要教你 如果你什麼東西 都是憑直覺去學習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來大學 好 我們來大學 就來顛覆你的思考 好 我不想要講什麼反轉你的人生 好 我就是 來教一些 不直覺 但是這個世界 電腦世界就是這麼一座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呢 就是說呢 我們還記得 前面有講到這個byte order 所以我們有b跟點 b跟點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思考 就是說思考什麼事情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有個16位元 好 那16位元它的寬度就是兩個byte 好 那在希爾來講話 它是所謂的shilt integer 好 那我有這樣shilt integer的時候呢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變換 來看一下變換 好 那我們今天是兩個 兩個是吧 兩個byte 好 那麼來思考一下兩個byte 然後呢 欸 假設呢 這個是左邊的byte 這是右邊的byte 好兩個byte 好 然後呢 我如果拿出右邊的byte 好 那你對它什麼 做 做 你的運算 好 FF你看到FF也有感覺 好 FF你可能是沒感覺 他就是一對一 好 就是說呢 這個 他裡面有幾個一 好 就是 這個 如果你用 每個bit 好 去表示數值的話呢 我一個 一個byte有八個bit 好 那你全部給它塞一 好 好 好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要取右邊取出來 就是對這個 做做運算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我要左邊取出來 欸你說左邊取出來簡單啊 我就是 八個一 然後呢 八個零 欸 這不可以取出來 欸 這是一個做法 可是你把前面八個一取出來之後 後面那些零怎麼辦 你說我要怎麼去掉 好 還有一種做法 我先幹嘛 先把數字 右移 右移就把那些字去掉 然後再對什麼 好 那這一對一做 的運算 好 那這邊給你一個提示 那這樣的話呢 要不要考慮到big n點跟little n點 好 注意到這邊拋開一個訊息 請你想一下 要不要考慮big n點跟little n點 好 以及這邊講right left 是不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說法 好 這個請大家思考一下 好 那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東西呢 叫sine bit sine bit就很有趣 這就要搭配前面講的那個什麼 sine extension啊 講這個tuncate這種 就講這個 我今天要從一個 比較寬的表示 變成一個比較窄的 或是從一個比較窄的 變成比較寬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2的補數系統 2補數系統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回去想一下 2補數系統 2補數 2補數 2補數系統 好 注意到這邊有負的話 看到這邊 這邊是011 011 所以這個用四個問題去表達的話 011它是7 對不對 7等於多少 1加2加4 等於7 對不對 那可是呢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負的值 注意到這是2補數 沒有t 2補數的系統呢 前面有1的 全部都負的 所以我跟妳從負1負2負3 一直到負8 所以負8是這樣 1 0.0 那負8跟7 注意到 負8跟7呢 每一個bit 都是顛倒的 好 所以妳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我要去判斷一個值 是正還是負的 很簡單 靠什麼 靠前面的sign bit 就會知道它是正負的 所以注意到呢 我從判斷呢 很簡單 對不對 可是問題啊 妳知道最左邊那個 最高位的那個 那個bit 是正跟負的 可是呢 難就難在這個地方啦 難在什麼地方 那 妳知道要去做and的運算 對吧 那我就要拼湊出一個什麼 拼湊出一個數值 它的開頭就是 前面是1 然後後面是0 好 那妳去想看 前面是1 後面是0 然後呢 35塊度是得到什麼值 好完了 是得到這個值 得到這個值 好 那這個值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 就是什麼 就是來讓我們去 它是一個我們所謂的bit mask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我們再繼續探討 那我們剛剛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sign bit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在表達數值的時候 我說 人類直覺的表達的時候呢 其實很容易去思考說 找出數值的觀點 對吧 就是前面講那個 像是我們只要畫一個表格 所以你可以看喔 人類有趣的地方 跟電腦比起來有趣的地方 是人類看東西很快 對吧 我問你說 請你找出正的數值 跟負的數值的觀點 的規律的時候呢 很容易啊 對不對 你看喔 反正我第一個bit 是0 就是什麼 都是真的 然後看到第一個bit 都是1的時候去負的 人類呢 可以很容易去找出這觀點 對電腦來講不容易啊 對不對 電腦來講 要幹嘛 要 就是 不管你用什麼 DNN啊 CN啊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人工智慧的手法 那事實上呢 免不了要幹嘛 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調整 一堆前後對照 但是對人來講 幾乎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找到這個關聯 對吧 你還記得那個 你小時候不是都寫那個什麼 叫 致力測驗嘛對不對 致力測驗就會問你說 2 3 5 7 那後面要是什麼 你看看 2 3 5 7 咦 這都什麼 這是直數 所以我就寫下一個直數 比較C 那電腦來講就 就很難講對不對 你說2 3 5 7 那後面是什麼呢 對電腦來講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想像力吧 但是人呢 很容易的去歸納 人類有很多富含想像力 但是反過來說 電腦想像力也在突破了 所以 做為人要解決 你不用擔心被人工智慧取代 你要擔心的是 人家用人工智慧取代你 這可怕了 再講一次好 你要取代不是整個人工智慧取代 所有人類 也許要過很久 但是呢 只要一個人他的聰明材質跟你差不多 甚至還比你差一點 但是他用人工智慧 他用知識 他用畫面中這些知識 就可以完全打趴你了 對吧 因為他是會用工具的人 那你呢 很可能是如貓飲血 對不對 手無寸體 手無寸體怎麼打得過人家用 這個 用鋼鐵 用各式樣的武器來打你 對不對 當然是不行啊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就是說 Signbit這個東西呢 這個Signbit這個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人很容易去想 最左邊的 最高位的那個bit 但是呢 他在16禁位的表達法 卻是這個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記一些數字 這是什麼數字呢 就是 全部都是 就是第一個位元是1 後面是0的 你去算一下 這東西在16位元是什麼 在30位元是什麼 又14位元是什麼 然後把他的16禁位 16禁位的寫法寫出來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 前面是0 好 就是01的 是哪一種呢 01 那01後面0.0的 好 那 然後 這樣的東西 八位元是什麼 然後呢 16位元是什麼 34位元是什麼 好 那你可以把這些這些組合都寫出來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人呢 很容易去想這些 重許多數字的觀點 我們人呢 可以很容易去聯想 好 就是 不同具象的 就是可以畫圖可以表達的 好 人類對幾何 你要注意到幾千年前 我們的老前輩們 我們的老祖宗們 就怎樣 就用這個 圖表 就可以很容易去了解這個世界 對不對 好 比方說不管是地心說啦 或是那個 日心說 不管是哪一種學說 很容易畫圖 去表達 從 地理 人文 這方面的知識 但是呢 像這位元就很麻煩 位元對很多人來講 包含我自己 他有點像用顯微鏡去看待事物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平常看到的時候就是 一個位元組接著一個位元組 就是byte 對不對 一個byte接著一個byte 甚至於一個什麼 一個更大的區域 比方說一個 一個integer 或者說一個陣列接著一個陣列 或者一個結構對著一個結構 它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個體 但是位元來講 有點像你拿顯微鏡去看待事情 所以你看 我今天 操作一個事物的時候 就像你去搬動一個什麼 搬動一個 一個球 搬動一個箱子 你以前操作東西是比較大的 但是呢 我今天 用那個位元來講 有點像顯微鏡 所以你要想 我顯微鏡的時候我要去移動 或是比方說我要把那個什麼 我要去取樣 我要去找這個編毛蟲啊 或者找那些 你以前做過生物時間做的事情 對不對 你都要拿很小鑷子 花了很多很費勁的事情 只能動一點點 好 那其實不停操作就想這樣 好 然後呢 這邊是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請你自己跑跑看 那就把上面的例子綜合起來 好 然後 這邊呢 有個延伸閱讀 我稍微幫大家畫一下重點 正閱讀 那 這個東西呢 就有很多的這個 tricky 然後注意到 這個東西很好玩 這個 幫你畫一下重點 好 然後呢 這個 我們為什麼要了解 Bwise的操作 除了剛才前面提到說 考量到網路傳輸的效率 考慮到不同的裝置 不見得嵌入式系統 有可能是一些很關鍵的裝置 像那種心臟 或者說一些 真的很敏感的那個裝置 那這些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很有效率去表達 除了這以外的話 整理來講我們要考慮到什麼 像一些 加密 對不對 像剛才我們做 exclusive or 很容易去做這個加密的效果 而且 乍看 乍看是這樣 好像就很難理解 那講到這邊 附近為止 就有點無奈啊 你看喔 exclusive or是一個很好的加密器 對一個圖片去加密 然後呢 你看一些科幻電影 有時候覺得 有點荒謬啊 就是說 比如說 假設人類的這個科技都可以進步到說 呃 有飛船啊 我講的不是那個 衝氦氣或是氧氣那種飛船 那種類似飛碟的東西 或者說 人類可以征服海洋 在海洋打造一個基地 那如果人類的科技可以進展到那麼厲害的地方的時候 為什麼 最終呢 這個主角 對不對 所謂的主角光環 那最後呢 要幹嘛 對抗反抗勢力的時候呢 要輸入密碼 為什麼輸入密碼還是輸一個什麼 ABCD 或是某某人的生日啦 Iris啦 出獎的名字啦 或是某個女孩子的名字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荒謬 到那個時代的 的密碼 難道不是一個 某一種電池訊號啦 或是某一種二維或是三維的 有可能是一個 放一個什麼 Cube 那個Cube裡面就蘊藏了這些 這些衛員組的資訊 你不覺得 可能是這種形式嗎 對不對 好 不知道為什麼電影都要這樣拍 覺得奇怪對不對 好 反而是看見比較古老的電影啊 什麼法規奇兵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覺得他還比較有科技感 把一個東西塞進去 然後只有某種排列 那剛好才會打開 或是說像什麼馬蓋線 那些東西 什麼 什麼東西放進去 然後那個紅寶石 就是那個什麼 紅寶石 然後把那個雷射 然後聚焦把它打開對不對 還稍微先進一點 好 所以你看看 為什麼要了解這個 BYS操作呢 除了剛才講到這個 加減密的應用以外呢 還有辦法說壓縮 那顯然呢 我們我們處理的對象 就不能只是針對一個byte 對不對 我為了要有效壓縮 我就要每個bit 去想到每個bit的觀點 那如果這邊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些像這個 赫富曼編碼 那赫富曼編碼呢 或者說算數編碼 很多程度的都是站在這個bit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set operation就是說 我想要很精準去設定 其中某幾個bit 因為往往呢 尤其硬體的角度 硬體的設定的 往往就是 某幾個bit之間的一個變化 或是說在網路的傳輸 往往就是某幾個bit 之間的變化 我們就會判斷說 這個資料是不是錯誤的 所以我必須要有個有效方式 去存取位元組 或是一個連續的記憶體裡面 特定的幾個bit 好 那底下呢 那就是一些 基本的一些知識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數字的範圍 Long Integer Short Integer 注意到 西語其實只有規範 它的最小範圍 比方說Short Integer 有規範呢 它是什麼 它是Integer的一半 那至於Short Integer 到底要多長呢 這些是 跟實作有關的 所以你看喔 注意看這邊 它不是小於 是小於等於 好 所以比方說 INT跟Long 這個東西好玩喔 在32圍圍的架構 INT更Long 不同長度 但是在64圍圍的架構 有可能會遇到什麼 INT更Long 是一樣長的 好 然後這時候你不相信對不對 所以找個東西給你看 好 Teta Model Teta Model Data Model 這是64 bits 這個 好 接著你就會看到一個表格 表格 表格 你還沒看到表格呢 因為表格在下面 ILP 好 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表格 這邊解釋一下這個表格的E 就是呢 P是什麼呢 P呢是POINTER 所以就是p就是指標 然後注意到呢 在64位元來講它的指標呢 它的寬度就是64位元的寬度 64 所以p呢都是毫無爭議的都是 64位元 那有爭議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於int跟ln int跟ln是很大的學問 然後呢有一個東西叫lp644 lp64是什麼呢?就是說 ln呢是64 那p呢是64 那夾在中間的東西當然有64 這邊64 夾在中間的64 然後呢 那如果是 ilp64呢 ilp就是int64 l64 ln64 那p呢是64 夾在中間的那個ln 當然是什麼 是64 然後那也有一個東西叫 silp64 也就是說它從short integer開始就是64 6464 好所以回去看剛剛那個東西 有沒有頓悟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等號 那你會好奇說 搞p啊這個為什麼要訂那麼多東西呢? 還有說誰用 來吧 有沒有看到? 右邊有沒有看到? 誰用?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呢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比方說lp64 lp64呢是什麼? 是 是那個什麼? 是弄 弄是64 point是64 好 那int還是32 好 然後 然後呢 lp呢是 lp64是什麼呢? 是弄呢 只有弄弄是64 好 所以你看喔 然後同樣的硬體架構下 比方說同樣是intel 64美元的intel架構 好 intel也好啦 md64美元架構的時候呢 尷尬的地方就在這裡 你上面跑windows的時候呢 你是 lp64 也就是說你的integer 你的long integer是什麼? 是32元 好 可是呢 如果你在上面執行linus 好 linus是這個 linus的話呢就是什麼? 就是 lp64 好 那你可能造一個東西叫sigwin sigwin呢這個東西很神奇啊 看一下 他的logo就長這樣 好 這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可以用sigwin 把那個linus啊 BSD啊 這所謂的unis-like的程式 原本只能執行在linus上 原本只能執行BSD上的程式 把一直到windows上去 好 這時候尷尬了 因為windows原生是用lp64 但是呢 linus也好 BSD也好 絕大多數類似unis的系統 都是用lp64 所以呢 sigwin呢 也跟著用什麼 也跟著用lp64 可是這樣東西又跑在windows上面 你不覺得痛很痛嗎? 然後有個東西更酷 叫mingw 這個很好 這個很難念 你就把它想成名機倒不了 就是我們偉大的名機 台灣企業名機 真的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倒掉 你看當年跟西門子啊 收購西門子的手機部門 賠那麼多錢 到今天還是活得好好的 名機倒不了 mingw 你看喔 mingw很有趣 就是呢 它跟sigwin呢 有一部分的程式碼是相通的 但是sigwin呢 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lp64 然後呢 mingw是用lp64 所以這兩個 好注意到 mingw有提供GCC mingw有提供GDP sigwin有提供GCC 有GDP 但是呢 這兩個東西的data model 根本不一樣 好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舉這個例子 說明什麼 多看一點吧 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視野 其實我很討厭講那個什麼 去外面看看 去外面走走 對不對 你同一台電腦裝不同的作業系統 就不同樣子了對不對 所以你其實不見得要看很多東西 對不對 維基百科點一點嘛 對不對 那這個沒有知識也要 也要什麼 也要打開維基百科 至少這些 有一些說詞 那特別注意到 就是有時候 如果你面試的時候 你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比較尷尬 就是這樣 就是你面試的時候 有時候遇到一些主管 那這個主管 他的世界人可能都還停留在 這個世界 愛的世界 那所以呢 停留在Windows的時候 很尷尬的地方是 他有時候就沒辦法理解 什麼時候叫lp64 跟lp64 就是你有時候跟他講說 他會跟你說 那個 弄就是30歐元 那這時候你就會暈倒 可是 可是 在lp64 弄跟弄弄一樣長 他說怎麼可能 弄弄就是 弄了兩倍寬 對不對 這時候怎麼辦 所以給你一個小提示 就是 面試的時候 最好 問主管說他可不可以上網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請他當場上網給你看 當然你要客氣一點 就是 有小技巧 就是說 我還沒畢業 那我聽說在業界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那可是我剛好看到 維基百科講的東西 剛好講的這些都跟你講的 好像不太一樣 你要不要去編輯一下 看他 看是不是維基百科寫錯了 或是說你給我個機會去修正 這個維基百科的畫 然後我引用你的畫來修正 類似這種技巧 這個不能講太假 你不覺得我現在講得很假 所以特別注意到 就是 我們有時候學系緣的時候 這方面比較尷尬 就是 不要說指證別人的錯誤 只是每個人看的東西不太一樣 因為你看到世界跟別人看到世界 也許會有些落差 好 那回到這邊來講的話 底下就跟你講這種 這些操作 那注意到這份文件寫得非常之好 那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你把每一個項目都 都妙一下 那 注意到呢 在這邊學習的時候呢 特別的時候呢 你要學習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mask 那我們也把這個mask 叫做 beatmask 那 這個中文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 未緣遮照 這個沒有一個很一致的翻譯 不過 至少在 20年前 那時候我就看到 台灣的書籍寫 未緣遮照 我沒辦法查到更早的 就是 我的那個常數還不夠 所以我現在有空回 我的苗栗老家的時候 我還蠻常做一件事 就是 回苗栗老家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科技重書 從1970代 1980代的那個 的書拿來翻 看一下我們科技的前輩 他們用了什麼詞 好 那 mask 或者說你叫beatmask 所以未緣遮照 這個遮照很重要 因為往往呢 我們透過 一個 給你一個遮照 就像畫面中這樣看到 這邊 前面是 0000 然後 1000 那我可以 用這個遮照 當做什麼 exclusive oral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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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這個 可以把這個 beatmask 當做一個 exclusive oral 你可以做加密用途 你也可以拿來幹嘛呢 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 你想一下喔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拿來幹嘛呢 拿來 拿來做 這個吧 你可以拿來做這個 或說做這個 tago 所以你看喔 如果呢 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喔 這個操作 他是 把1向左 位於N個beat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有趣在這邊 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整串 注意到 這整串 然後呢 把四銅成一個mask 就像你的面具一樣 那這個面具呢 可以做一些操作 那這個操作呢 可以協助我跟馬 去設定其中的beat 或是去切換裡面某個beat 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在於什麼 就是說 他可以讓你 直接去操作特定的beat 那不要小看了 這個mask 運用可廣 還記得前面不是講個abs 對不對 所以注意到你看喔 我們這邊來取的變數呢 我們有取到mask 為什麼 就是一個bit mask 所以 我們這邊呢 先給給定的x 對他做exclusive oral 然後呢 做完這個運算之後呢 去解 這是一個手法 對不對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手法呢 就是 像什麼呢 像成這個 所以你看喔 我這邊做一個 對這個beat mask做加法 然後做完加法之後呢 再做一個什麼 exclusive oral 那你會好奇啊 如果 做完這個運算之後 遇到offlow 會發生什麼事 好來想一下喔 遇到offlow發生什麼事呢 好 請你自己去做一些運算 運算之後發現說 他的確會遇到offlow 但是呢 don't care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剛好可以這樣 可以 通過這樣運算 可以得到絕對值 然後呢 你甚至可以看到什麼 夫婦得證 夫婦得證 就是在實數的懲罰 你看我們以前這個 你第一次看到夫婦得證 應該是在國小吧 國小的運算 但是注意到 夫婦得證呢 很多時候呢 這個教師們是很能解釋的 那你看到 這邊德國科學家呢 在1908年 在100多年前呢 他就講到這個姿勢化 所以說 其實很多時候呢 教育啊 就是說 那這邊 這是有兩篇文章的 只有上級跟下級 就講說 夫婦得證 那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 在 實境位 在我們人類所理解的 數學方法的時候呢 我需要花很大力去幹嘛 解釋 夫婦得證 但是呢 在電腦編碼的時候呢 你只要靠什麼 靠offroad 就可以 就是你 你只要先定義什麼叫 懲罰 就是 因為 二境位懲罰很簡單嘛 就是 懲罰然後進位這種 然後呢 你再搭配什麼 再搭配offroad 所以我做完那個 二境位的懲罰 再搭配offroad 那我剛好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得到 負負得證的規則 所以注意到呢 負負得證呢 其實它嚴格來說 它不能叫規則 因為它是可以推導的 那更多的時候呢 我們之所以學負負得證呢 是一個 數算法 那其實這件事 完完全可以透過什麼 運算 可以自得 就是可以 可以 可以一個 一個說明 同樣 同樣 如果你了解 了解 二補數的系統呢 那這時候會遇到 一個很有趣的中 就是 當你把一個 比方說三十二元 就是假設你輸入有效的是什麼 三十二元 你把三十二元最小的整數 帶入到什麼呢 帶入到ABS的時候呢 會遇到什麼事 也就是說 這個 就是我給你一個 function 叫ABS 那我把最小的整數帶進去的時候呢 它是沒有定義的行為 好 當然 以你過去的學期來講 你可能就把它記下來 老師說這個什麼 老師說沒有定義 對不對 像我以前上課的時候呢 就常做一件事 看到學生在打電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學生打電動會要把聲音開出來 所以有時候有點不爽 然後就開始 但是我沒有去嗆他了 然後就故意寫一段 喔!這個聯發課必考題 那同學就會 突然就緊張起來 喔!必考題要開始操 但是說真的 你操必考題又怎樣 人家也不見得來考 考了你不見得來打 打了人家不見得來滿意 對不對 你答得太快人家說 唉唷!是不是用背的 他答得太慢說 唉唷!笨死了 陳大學生 那所以就說這個 你答太快跟答太慢都很尷尬 對不對 答太快人家覺得背的 答太慢人家覺得 覺得什麼 覺得你腦袋 腦袋還沒發育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尷尬 對不對 就是說這種必考題 但是你看 這個東西對於上課很有用 對不對 就是集中注意這些方式 當然這個在其他學校 可能有別的方式 我在一些 私藝大學 一些課大 我也會教過 那吸引學生點不太一樣 但還是總是有方法可以吸引學生 好 那所以呢可以看到這件事 就是說這件事 回到什麼 事物的本質 好 至於為什麼呢 你看 這個GDBC GDBC有這個文件這樣子 那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要特別聲明它是undefined 那你就要從它分布開始 所以還記得我們前面不是講過那個 對稱軸 一補數的對稱軸 跟二補數的對稱軸 好 那從這邊開始解釋了 好 那再回到這一份 所以你看這份文件 這件事真的非常好 那就是說 它裡面有很多案例 而且這案例就是 跟這個真實應用 其實有很大的觀點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探討 所以呢 就是說呢 在剛剛那份文件 其實你要特別了解 就是知道 為什麼要做位元的處理 然後呢 你要知道有些互換 比方說呢 excuse or 其實它可以互換 就是可以換成什麼呢 右邊這個表示是 最大我們不應該寫等號等號 其實這是 這是不好的寫法 我應該寫一個 一個數學上這種 就是這樣 這符號 那可是呢 就是說 這個變換呢 其實很重要 那你說 理解這什麼用呢 來重新思考一下 理解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呢 比方說我舉個 我以前遇過的狀況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要設計一顆CPU 那設計CPU的時候呢 或者說你要設計一個 你可能 沒辦法設計一整顆CPU 畢竟CPU那麼複雜 那你可能會寫模擬器 那你有沒有想看到 模擬器我要怎麼去驗證 我陸續加一些BYs的操作對不對 我又加了and or not 然後excuse or 那你不想問一件事 你先寫一個模擬器 要模擬不同的CPU CPU裡面有指令 那或者說裡面有什麼 有這個不同的機體操作 那往往呢 我必須要拿已經驗證過的東西 我現在沒有驗證的 再講一次喔 我今天要去驗證excuse or 驗證一個and 這個not 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指令 或者說一個 它可能不新 但是模擬器是新的對不對 那既然它是一個新開發出來的 的硬體 或是新開發出來的軟體 新開發出來的模擬器 那你往往都需要驗證 那驗證的時候呢 就很困難 就是說你不可能花很大的表格 去列出這個excuse or 你要想想看這個sy 它的寬度是多大 如果它的寬度是 它寬度如果是 那個32元 你就餓了32次方 對不對 而且還有sy 你還繼續乘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表格有多大 那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這個等效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說你已經驗證過了這個反轉 你已經驗證過這個and 驗證過or 那你就不需要特別去驗證這個excuse or 因為它你可以 你只要驗證什麼 這些operations組合起來都是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最基本 就是所站在這個ic驗證的角度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是說 避免重複連運算 所以要避免重複連運算 在那個密碼學的時候很有用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excuse or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你可以想說它是一個窮人版的一個什麼 加密器 窮人版的加解密器 可是問題來 你不知道sy有多寬 對吧 因為你看喔 衛圓操作 就是 它可能針對8衛圓 16衛圓 32衛圓 甚至什麼 甚至64 或是更寬的衛圓 基本上這些操作都可以做 所以如果sy它不是64衛圓 它是更大的衛圓 那這個時候呢 驗證上我們剛剛講的 驗證上是一個難度 那更有確定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它可以扣個這種組合 所以你很可能已經做過這個運算 或是做個這個運算 在你的sypher 就是你的加解密器 的裡面 可能已經做運算 所以其實你要做的 動作就是把之前算過的東西 把它什麼over起來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省掉一些重複的運算 乍看之下好像很少見 但是你可以去看像那個AES 或是一些有工業強度的sypher 其實它們都會有類似這樣的技巧 好 然後這邊有一些BYS的練習題 那我們等一下會帶著大家來看 我們先來看一些那個實際例子 我們前面剛剛有講過那個 影像處理 那我們就影像處理的例子 來跟大家介紹 好 那我們都知道有三原色 RGB 然後注意到人類的眼睛 其實對這個RGB 不是完完全公平的 人的眼睛對 對藍色比較不敏感 就是說 就人類看到那個藍色 所以才會有一句話 叫什麼海天一色 就是大海跟天是同個顏色 你想一簡單的事情 如果那個海鷗 它分不出海的顏色跟天的顏色會怎樣 怎麼早就死了對不對 所以 注意到海天一色呢 它其實暴露一件事 就是人類對綠色 對藍色不敏感 然後反過來說呢 人類你可以查得到一些資料 就我的認知是 人類是從這個非洲大列古 就是說人類的那個祖先 當然人類祖先到底是最早祖先是哪裡 還有很大的爭議 但一般來講 相信是在東非 那東非呢 在這個百餘萬年前 發生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東非這個大地震 整個東非一個列古 所以呢 整個這個地貌都很大改變 所以原本的人類 人類的這個始祖 注意到這個 這是我揭露別人的話 我確認這個研究還是對了 也許下次我重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也許這個都被推翻了 那總之就是說 在最初的人類呢 就跟很多這個原類是相似的 就是跟很多人 人員啊 或是一些其他 那個紅星星啊這種 就是相似的 就是很多還是在樹上活動的 但是因為發生這個 東非大地震之後呢 大列古之後呢 這個地貌很大改變 所以人類的被迫呢 要在 在習慣這個 習慣這些變化 所以人類開始什麼 站著 對不對 所以人類站著 有辦法看更遠的地方 然後呢 人類來講的話呢 對綠色 的那個重視程度 也越重要 為什麼 因為綠色 意味著可以棲息 可以密死的地方 因為 這個 在大地震之後呢 到處都是裂古啦 到處都是這種 這個地貌都改變 可能黃土啊 黃沙遍佈 所以看到有綠地 人們就會很容易發生出力量 所以為什麼那個 保護眼界的時候是看 給大家看綠色的 好 這是有學問的 因為人類就重視綠色 就是說 保護眼界的時候看藍色 其實說真的 你分不出什麼 藍色差別 但是綠色就不是 因為我們人類的眼睛 在過往 當然現代人看到東西不太一樣 就是綠色重視 所以如果說要取捨的時候 就是說 RGB 我們剛剛講過電腦是一個什麼 離散系統 如果要人們去取捨的時候呢 想要給 犧牲 綠色比較多 還是犧牲藍色比較多 現在我們就要犧牲藍色 那 所以你可能有聽過一個東西叫 RGB565 RGB565 抱歉 RGB565 RGB RGB 誒 打錯字 RGB565 好 RGB565你在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呢 呃 我們用那個 就是 我們的為人表達 那我們為人表達的話呢 因為人 比較重視什麼 比較重視綠色 所以你看到 這個 G G呢 就是什麼 123456 我們把綠色給6個bit 好 那 藍色呢 人類對藍色不是那麼重視 所以你看到12345 用5個bit就表示 那紅色也是相似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 紅 RGB 都用8個bit表示 可是下面這種表示法總共需要什麼 需要 24個位元 也就是3個byte 那可是你看到 我們呢 去犧牲 藍色跟紅色 的比例 好 我們去犧牲掉這個 讓他比例下降 讓綠色呢 因為人類重視綠色 所以這樣剛好可以塞進什麼 塞進 16位元 也就是2個byte 然後呢 電腦超過2個byte 是很有效率的 因為現在電腦 絕大多數 是64位元 30位元 那 所以呢 這個 我修正我話 不是絕大多數 而是說我們常見的電腦 跟絕大多數是兩碼子 有很多電腦還是4位元的 8位元 就是有很多電腦還是8位元 16位元 甚至還有4位元 你說什麼電腦 比方說那個車子上 你知道一件事就是車子裡面 車子裡面其實有很多 微控制器 Microcontroller 一台車子大概有80個 或是更多個 微控制器 那而且不是考慮什麼自駕車 不是那種自動駕駛車 是普通的那種車子啊 福特啦 Toyota那種車子 它可能就幾十個 或是到百個 Microcontroller 那Microcontroller裡面就控制像 油門啊 控制到那種 你要轉彎 你要有個穩定態 那注意到呢 以轉彎來講的話 就是 它的學問很大 那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有幾個老師呢 就在執行教育部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就希望去撰寫一些教材 針對這個自駕車 那其實講自駕車 我們要花很多時間講的原理 那其中 這個我們有個老師呢 就專門來講這個 機械 從機械啊力學啊去看這種 這種控制 所以你會看到說 車子打滑 車子或是比方說那個 你在電影裡面看到什麼 後輪啊 會騰空的啊 前輪騰空的啊 或者說翻滾 其實那個時間 改變時間都很短 它就是 如果你畫一個時間關係的話呢 它往往那些變化 都是來自 某幾個關鍵的時間點 它可能就是 施力不均衡 它就翻轉 那 回到這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去探討 探討這個顏色的時候呢 它就很有趣 因為我們傳輸 還有顯示 對不對 你想一件事嗎 我今天要傳一個影像 對不對 我一定要有效的一個編碼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取捨 所以如果說呢 呃 年紀比較大的 或者說 比較有經歷過那個 年紀稍長 或者有經過以前電腦那個年代 所以你看以前那個 有個東西很紅啊 對不對 GIF 那現在還是有啦 就是做那種GIF動畫這種東西 那GIF這個東西呢 就很有趣 它呢 是用八個文言去表達的 也就是它其實從島尾只有256種顏色 對你們要懷疑 你看 你看 這個地球不是在轉嗎 地球在轉的時候呢 它只用256種顏色 你看 在這個過程中 我看到什麼東西 我看到了 綠地 對不對 那我看到了沙漠 看到比較高的地方 高原 那我看到這個 伊拉克啦 看到這個 兩河遊律 我看到 我看到 埃及 對不對 我看到西奈半島 對不對 我順便講 你不用認識他 好像 好像不可能 不能看那麼清楚 好 那我也看到台灣 你看喔 但從頭到尾你看 只用了256種顏色 但是 但是 以人們來講 其實這樣的東西夠清楚 好 這就是一個什麼 這就是工程上取捨 注意到 GIF發展的時候很早 是什麼說發展呢 1987年 所以你要知道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的電腦 個人電腦基本都還是什麼 16位元的 甚至還有更少 更少位元的 然後呢 所以 在那個年代 它可以用很小的空間 然後呢 相對清晰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東西 競爭力在這裡 好 那大概隱約可以察覺 哇 如果我有興趣看一些什麼 GIF的source code 就是GIF的那些 Player Viewer 那你會發現裡面 好玩 裡面也是存在什麼 B-wise的操作 對不對 有沒有很興奮啊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對B-wise的操作沒有懂的話 說真的冒然去看這些source code 基本上就浪費時間而已 好 那所以 注意到我們今天講到這個RGB 所以 比方說呢 在這邊來講話就是 你會看到什麼 調色盤 你常常會看到這種調色盤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調色盤的時候 是在 在1991年吧 那時候 那時候電腦有很多 很多個人電腦還是單色的 像我家裡那台電腦 那個386電腦 也是單色螢幕 但是我剛好看到那個什麼 彩色螢幕 然後 那個年代的彩色其實有很多限制 你可能知道有一個東西叫 EGA 然後VGA 就是 就是在 EGA出來之前 有一個東西叫 VGA出來之前 就是這個 呃 就是你比較常聽到這個VGA 那它其實有個東西叫 EGA 那EGA的E是什麼 Extended 那這一段呢 它看的顏色呢 是比較少的 但是它Extended什麼鳥 它也剩一個東西 有個東西更對 叫做 CGA 那CGA的顏色呢 是超級少的 其實還要 它還需要一些 很多技巧能夠表示 所以它其實呢 那個顏色 其中四個bit 所以那個能夠表示的 那個顏色是少很多 但是 它可以透過 調色盤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早期喔 我講的早期都八年代 這個什麼 1981年 這個八年代 那個年代 其實那個很好玩 你看喔 我只有四個bit 就表示顏色 但是我可以表示什麼呢 我可以 透過調色盤 就是 你要記得吧 就是像那個 以前不是一個畫 一個畫家 對不對 一個阿伯 就是這個 它這個一邊 一邊畫圖 然後呢 一邊解說 它已經過世了 但是你在網路上 可以看到一些教學 它其實美妙的地方是什麼 它都是調色盤對不對 就是神來一筆 可以畫出來 哇這個東西刷刷刷 弄得好輕鬆喔 好幾次在模仿 那就畫不出什麼屁 那 但是呢 你看喔 這個CGA 那CGA之後呢 有EGA 去擴展CGA 那後來呢 完完全被什麼 被VGA所取代 所以我們今天 這個VGA這個東西呢 從1987年一直到今天 一直存在 那你可以想像說 1987年提出來的那個GIF 它其實它一看針對東西就是 VGA 好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就剛好在 我應該沒記錯 應該是在1991年齁 第一次在那個彩色電腦上 看到這種調色盤 當然沒有那麼漂亮 就是這樣 但是我就很清楚看到 這個調這個RGB 我那時候就問個白痴問題 對那時候就是有剛好這個 好 我就問一個白痴問題 問一個 某一個這個 某一個 資深的工程師說 這個這個這個數字啊是什麼 他就跟我說 這個數字是百分比 但是 注意到 這句話不太對 因為它真的不是百分比嗎 這個顯然嗎 這顯然超過100嗎 所以這不是百分比 所以 你今天呢 我今天終於可以回答 就是我1991年 問那個 問那個資深工程師 某一個資深工程師的答案 它其實是什麼 是因為你用八個bit表達 所以我把八個bit 能夠表達數字量化 quintinize 成一個什麼 成一個000到255 對不對就是 000到255的一個表示 所以它是一個quintinize 一個量化 好 那所以呢 這些顏色呢 組合出來可以變這個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今天講那個什麼 講這個影像處理 它其實跟比擺蛇的觀念是 高度觀念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你過去是寫網頁的對不對 寫網頁顏色怎麼寫 好 就是這樣來的嘛 所以blue是這樣 blue就是 藍地方 設定層FF 好 然後呢 白色地方呢 全面的三原色嘛 三原色混在一起就變白色 所以就全部FF就變成 好 全部FF就變白 好 那你說好奇 那黑色怎麼寫 自己去想 黑色是什麼 反過來 好 然後呢 呃 接著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這個專案很有趣 這個專案呢 它已經 已經 有十年的歷史 但是它還是蠻值得去思考 簡單說這個專案在做什麼 它在做一個東西 就是叫blitter blitter這個詞已經不太可考了 所以如果說你有知道典故的話 請告訴我 那我們現在只能從這個Wikipedia上面去查 因為它這個有很多很多寫法 這個東西有注意到 這個東西出現很久了 就是 追到Wikipedia上面寫的 只是其中一個說法 那其實我查資料有看到別的說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東西可以追到什麼時代呢 可以追到 趙維基百科的說法 可以追到那個全路 全路他們那個實驗室那個 這個 ZLUX這個實驗室 那可以追溯到1975年 那所以那個Alan Kay Alan Kay那時候在那個 全路實驗室的時候呢 其實基本上那個年代就有 就有什麼呢 就有BRIT 那BRIT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在把那個點證圖 什麼叫點證圖 就是我用0跟1去表達一個圖片 當然 再次我們看到什麼 離散系統 電腦就是離散的 所以我用離散的東西去表達一個 連續系統 就是你我每天身處的世界 就是電腦以外的世界是 是連續的 那我用離散的東西去表達連續 一定會有些落差 所以我在畫的時候呢 你看到 就是我在畫的時候 也可能會最後畫出來的東西 是什麼 是一種顆粒狀的 外觀之中 那BRIT呢在說什麼事情 它就是把點證圖 把它 把什麼 投射 或是把它描繪 把它更新到特定的畫布 這個畫布可能是虛擬畫布 也可能是實際上對應到螢幕 或是我們那時候叫做監視器 就是一個CRT 當然你現在講監視器的 比較年輕的朋友 就搞不清楚什麼叫監視器 對不對 因為監視器是監視你 不是啊 以前我們講那個顯示畫面的東西 也叫監視器 那後來變成那個surveillance 那個變成監視器 好 這個就是 你什麼 時代的變更 那BRIT 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這個專家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用一個 加速bit的運算 然後注意到這個專家 這個專家呢 它的 這個程式法很美妙 你 強烈建議你要去看 就是說 我怎麼去加速這些 這個未能處理 它沒有透過GPU 那它純粹用CPU 但是純粹用CPU 它還是有個加密的 加密的空間 好 所以你看喔 假設我一開始呢 我的顏色就像剛剛提到 用RGB565 所以RG6B5 就是紅色用5個bit 綠色用6個bit 藍色5個bit 所以總共呢 16個bit 2個byte比較大 好 然後呢再來是個A8 A8 A8是A什麼鬼 這個叫什麼 AlphaBranding 就半破名度 AlphaBranding AlphaLpha 這聽起來很深 但是一看圖就懂了 AlphaBranding 好 什麼叫AlphaBranding呢 你看喔 這個 以這張圖來講 你注意看紅色的球 紅色的球呢 看到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反射 對不對 所以反射的地方有白色的 然後呢 它比較暗的地方呢 就是光源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 光源是哪裡 光源大概就是 從這個左邊 左邊的光源 那有反射的地方 反射的特別明顯的地方 就是白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你看光源 反射的地方 所以光大量反射的地方 是白的 然後呢 沒有完全反射的地方呢 是 面向光源那一面 好 所以你看到紅色的 但是呢 背對光源那一面呢 就像月球的背面一樣 看起來黑黑的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是不透明的 那你說透明的球長怎麼樣 透明的球就像右邊這個 它就像什麼 它就像氣球 對不對 呃 對不起我修這種話 有點像氣泡 不是氣球 氣球你會想要半透明 那 也有半透明的氣球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比較薄的氣球 或者是氣泡 好 那它是半透明 所以當我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這個叫做AlphaBranding 就是說 我們呢 構成一個物體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球體 那當然 旁邊呢 這個 旁邊不是有個什麼 旁邊不是有一個 立方體對不對 好 那這個立方體呢 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六面體 好 那六面體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也可以改變它不透明度 但是我們顯然 我們在這個右邊那張圖 我只看到什麼 我只看到改變了 紅色那顆球的半透明度 好 所以我們改變半透明度 這件事我們稱為這樣什麼 改變它的 AlphaBranding 好 或是改變它的 AlphaBranding的Channel 那自己說 為什麼叫Channel 請你自己去查 那總之就是說呢 這東西呢 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在很多影像處理 都無法避免 這種AlphaBranding 所以事實上呢 你看 你以為眼睛呢 是很好蒙蔽的 因為對電腦來講的話 它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 說穿它就是一個bit mask 但是人的眼睛呢 會覺得 看起來就是好像很不同的東西啊 好像完全 改變我的認知 但是其實對電腦來講 它就真的很單純 它沒有做什麼神奇的事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操作 所以你看 我在右邊 我右邊呢 用一個AlphaBranding 注意我用8個bit 順便注意到 這邊這個畫面中 也就寫數字的 都是用幾個bit表示 所以呢 我呢 去設定一個半透明度 我這個半透明度呢 你看上面 右邊那個字 J-I-T-B-L-T 那個是L 不要看錯字 那是L blit的意思 就是我用這個上面有個字 J-I-T-B-L-T 好 那我Alpha本領用8個bit 不要啦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做什麼事 我做一個操作 你看喔 這是蘋果 這是另外一個什麼 這是 This is a pen This is an apple Apple pen 就這樣 那我把它聚合起來 所以我得到一個中間的結果 好 接著呢 注意到原本這個圖呢 是一個什麼 我想想怎麼講 一個藍色的 一個一個 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 藍色的那種 臨重的 好 然後呢 接著你跟一個沙漠 一個沙哈拉那種沙漠 對不對 然後呢 它這個表示呢 它的儲存是用RGB-565 好 那這時候好玩呢 注意到這邊有個印的操作 有個over操作 我們先不管它造什麼 最後合成出來這個 所以注意到 這就是你我每天做的事情 對吧 好 你是想看一件事 你的電腦不是有個東西叫什麼 桌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給你看我的桌面 好 反正就是你知道電腦不是有個桌面 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wallpaper 這個壁畫 對不對 然後呢你的那些icon 對不對 比方說這個我的電腦 檔案總管 或是 或是一些 你建立一些show cuts 對不對 那它們都是什麼 它都是在前景的 然後呢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的這個show cuts 或是說你上面要擺的東西 其實它可以怎樣 你也可以設定不同的透明度 對不對 所以字呢是疊加在上面 所以你看到 我呢 合成出來一整塊 我疊加起來 好 那硬的操作是什麼 你從這邊看到出什麼 就是我呢 你看原本是藍色的底圖 藍色的圖 然後呢我有個什麼 有個半透明的 然後呢 底下這邊東西這個字 所以你看到我這個字 白色寫的字 那這邊白色寫的字是什麼 不透明的 然後呢底下呢 這些東西是透明的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印的操作之後呢 印的操作之後 我就得到什麼 這個藍色寫出來的字 好 那但是呢 這個藍色寫出來的字 還是保有一定的什麼 不透明度 要講說 保有一定的透明度 所以當我跟這個沙漠沙漠合成的時候呢 這個東西就顯示出來 所以你應該看到什麼 沙漠那些沙堆的那些 那些印子 那沙堆那些痕跡 所以注意到呢 這就是我們每天看到的視窗系統 我們每天用手機 不管你用Android啦 iOS啦 基本上都有這種合成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其實它就是 每一個bit 跟著每一個bit的處理 那如果你對Android有興趣的話呢 Android專門在做這個合成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Service Finger AndroidServiceFlinger 在Android裡面呢 在Android裡面呢 就是有個詞呢 叫Flinger 那Flinger的意義就是 它去合成 合成一個影像 那你可以把我的ID找 那繼續找 以前拍片比較前面 那後面 後來的拍片比較差一點 好 那所以呢 比方說那個在Android裡面呢 有個東西呢 它的就叫什麼 叫做 Service Finger Service Finger Service Finger 為什麼很透明呢 有 好 那Service Finger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 你看喔 你真正看到的Android的畫面呢 應該是像右邊這個 好 聚合很多東西 比方說有個什麼 比方說有個工作列 對不對 跟你講說現在有多少電啊 好 那現在有多少未接來電啊 好 多少有個什麼這個 什麼時間啊 好 啊當然你可能順便好奇啊 就是你可能會 你可能會好奇說 欸這個 你說我現在不再做Android 還沒有研究Android 其實還是有研究Android 為什麼還是有研究Android 到底很簡單 因為我需要修改Android手機 你說Android手機有什麼好修改呢 不是為了賺錢 就是我花了很大力氣喔 才把打電話的功能 把一支手機裡面打電話功能拿掉 非常自討這件事 所以 我的手機不能接電話 帥吧 那就可以上網 所以你說 欸開飛行模式就行了 可是飛行模式沒辦法 只上網 不接電話 所以在我的手機花了很大力氣 把接電話的功能拿掉了 所以支持 有我手機沒有上網功能 有上網功能 但沒有辦法接電話 好嗨喔 所以 所以你跟我要電話號碼沒用啊 那你把他打電話 然後 那你說要怎麼打電話呢 那就要把系統改回來 那我想怎麼改 好 那你說這個東西可不可以解緩 我也想解緩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成功 所以為了把他告訴我說 只上網不接電話 然後 可不可以不修改持字嗎 請你告訴我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Android手機裡面呢 你會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說 我可以把我的底圖 還有前景 對不對 還有幫助說系統的 系統的這個 我們稱為的System App 這些System App可以疊合起來 所以這件事呢 是交給誰來做 交給Service Finger 那在Android裡面的Finger 就是聚合 這個詞他有 就是他本意不是這個 但是在Android裡面 延伸出來這個意思 那比方說有個東西 Audio Finger Audio Finger 就把不同的聲音聚合起來 混音器 好 那所以要注意到 在Service Finger 他其實呢 就聚合這麼多不同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聚合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什麼 他的半透明度 考慮到不同Cloud Space 有可能是RGB 6 也可能是RGB 888 888就是講說 RGB都用8個B的表示 也可能是RGB A 8888 也就是說 就是RGB 就是RGB 綠 藍 就是三個 都是什麼 都用8個B的表示 然後A字嘛 就是剛剛講半透明度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像這樣的一個Britter 其實要管的事情 真的還蠻多的 好 那你看喔 影像其實就是這種東西 好 那這邊就是另外一個變化了 就是你看到我這邊跟一個影像 然後做In 然後再做一個Over 所以就只得到不同的字 所以你看喔 人的眼睛很好玩喔 人的眼睛看到這個 跟看到這個 欸 效果不同對不對 你覺得 哎呦這個好美啊對不對 這個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就是 設計師 這個好美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不顯著 但是對電腦來說真的 都同一個Pipeline對不對 同一個處理流程 只是怎樣 只是選的素材不同 對不對 只是這個素材 換成這個素材 人家就覺得好美 那為什麼 但是流程是相似的 所以注意到 像這樣的操作呢 影像跟那個 Bwise呢 根本就是高度相關 好 然後再來一個專案很好玩 這叫Brand2D 那Brand2D呢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Vecture Graphic Engine 那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它 呃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用Glib License 所以它是一個鬆散 就是 簡單說你要保留 保留作者的 名字 保留這個授權條款 那就可以 很自由的使用 當然自由使用不代表說 把名字的篡改 那比較 那是違反規定 反正它就是一個 比較鬆散 它沒有像GP有那麼嚴格 要去執行的 好 那特別注意到應該是什麼 它有一個 Java in Time Compiler 對不是只有Java 才有Java in Time 這個20年前呢 曾經有些媒體 犯一些很有趣的錯 他說JIT Compiler是什麼 Java in Time Compiler 不過是 那是JUST 好 那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它不只是把這些畫面 聚合起來 那它其實呢 它可以做很複雜的一些操作 那比方說 像左下角可以看到 它可以處理不同的字體 字體的疊合 然後可以設立不同的半透明度 然後還可以 做出很很棒的效果 而且它的效率非常好 它不需要GPU 然後但是呢 它可以帶來一定的效果 那特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尤其像文字 文字的這個描繪 文字的這個處理 Render這個詞不好翻 就是在對岸 把Render都把它翻成渲染 我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話 因為Render要看用在哪裡 你要知道一件事 Database可以用Render 然後七牆壁 也叫Render 你去看馬克圖文的那個著作 講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湯姆利險記 不是湯姆克魯斯 就是那個湯姆利險記 湯姆利險記 它不是刷那個牆壁 那個就是Render 你去看那個圓著 就是Render 那所以注意到 Render這個詞 要看它什麼場景 不能像對岸一樣 要把它全部都翻成什麼 翻成那個 翻成那個渲染 然後那鬼扯蛋 就是要看什麼詞 對不對 比方習大大這個詞 對不對 這個這個 在民間跟這個官方 就不同的詞 這個顯然 人家會應對 那這個 Branded 2D 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 很多人都覺得用GPU可以加速 但是注意到 我們雖然常常聽到GPU加速 但是呢 很多時候我們不能用GPU加速 比方去想一件事 講我今天想要畫一整個圖片 一整個字 所以最後它還是會變成點證圖 對不對 所以它會選一個BLIT 這個 就是說 把位元圖把它 把它投射 把它描繪到 描繪到一個畫面上 那 Render這個詞 我也可以把它翻譯成算會 算會 就是 透過計算來 來繪製 算會 Render 這個 Render 它有很重要的一個意思 它不是只是畫 所以你不能把它翻譯成繪畫 不能 因為繪畫很多時候是憑感覺 或是靈模 就是照著某種 你說1我就說1 我說2就2 那你可以從剛才的討論知道一件事 Render 它其實需要計算的 再講一下Render 是需要什麼 像BRIT 它需要計算的 你要去計算這些 做這些位元運算 每一個BIT 都可能會變成 當然有些BIT可能保留原本的值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縱觀來講的話 很大別的東西都會這樣 會變成到 好 所以 當我們呢 注意到 當我們考慮到 像左下角這個文字的時候 我們往往不能通過GPU 為什麼 因為GPU呢 它適合處理大量的資料 但是呢 你看到 大量的資料進去 什麼 比方說這個文字繪畫的命令 所以文字繪畫命令 比方說我要用個倍式曲線 畫一個什麼 畫一個B 畫一個L 畫一個E 畫一個N 一個D 你用倍式曲線的確會畫 GPU 假設你可以寫出這樣的程式 你的確可以寫 可是你看到 我進去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 是一堆繪畫的指令 就是一些 自行繪製的指令 像毛筆字 或者是像 各式各樣這種字體 對不對 但是我回來是一個什麼 回來是一整張圖片 好 所以這就很尷尬 因為GPU特別適合 你把一整個大的資料丟進去 好 然後回來一個大的資料 好 CPU把資料傳給GPU 是有時間差的 然後呢 GPU再把資料 返回給CPU 其實會有時間差 好 那這樣的一個時間差 我們稱的叫什麼 那這個 Rong Trip 往返 往返的成本 那像我 我每個禮拜 幾乎都要做這件事 就是 從 從台北到台南 台南到台中 台中到台北 好 那當然也可能有一天 就是早上呢 在台北 交交花 然後下午呢 在台南教課 晚上去台中 好 那就是要Rong Trip 那這個Rong Trip 是很大的成本 就是 你看像我 你看我早上從台北出發 下午在台南教書 好 晚上到台中 你可以算看我的距離 好 那我最高紀錄是一天五次 那一天五次是有技巧的 比方說我在 我在 板橋 板橋站下車 你說我板橋在 不是 我在板橋站下車幹嘛 就在板橋站開會 還有面交拿東西 好 那所以你看這樣就可以算一次搭高鐵 但是這個錢是早算 因為自由票 好 好 那所以呢 就知道Rong Trip 是有成本的 那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好 文字處理也壞了 我傳遞一堆什麼 文字的訊息 就要求文字怎麼畫 就是那些描繪的那些命令 那命令其實很小 而且它也不需要什麼材質 所以它整體 是很少這樣進去GPU 可是GPU把一整張圖 提交給CPU 所以當你文字越大的時候 這越虧 那因為Rong Trip的成本很可能比什麼 Rong Trip的成本很可能比你用CPU計算 來的什麼 來的大 事實上也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這也是為什麼2D的Rendering 還是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覺得 圖學就要學的立體 不是 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文字的描繪上面 文字的處理上 文字的輸出上 往往還是需要CPU 因為我可以省下Rong Trip的時間 而且呢 我可以把寶貴的GPU的資源 Rong也真的需要 做 GPU運算 比方說你可能需要把那個畫面 翻轉 那這種東西用GPU來做 就很有效率 反過來用CPU做 就很慢 或是說要扭曲 反正就是在那個 可以看到很多視覺效果 這個東西交給什麼 GPU來做 是很有效率的 但是文字的描繪 其實還是有什麼 是CPU做 那為了要加速CPU運算 我們就有什麼Gias in Time Compiler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還是很有搞頭的 好 那在這裡面呢 就會有大量的什麼 Cloud Space的處理 對不對 這邊看到這邊有個什麼 RGBA32 對不對 就是講那個什麼 RGB再加Alpha Branding 然後呢 在這個專案裡面呢 就可以大量看到這種 就是加上不同的Mask 然後做CAMPAN機器 然後跟Alpha Branding 像這種 那這個老虎呢 就很常見 就是像那些SBG 像那繪圖 所以你從這專案裡面呢 可以大量看到什麼 裡面有好多Alpha Branding Alpha Branding 還有那些運算 然後呢 這底下是一個 那個處理這個 這些像素的一段層次碼 那我這邊呢 就是做一個例子 不要說 給你一個前景 給你一個背景 然後再來是你的Alpha 就跟人家半透明 好 然後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看到我們真的層次碼 就是我先從什麼 從那個 從給定的那個 這個 素材裡面 給定這些圖呢 注意到 我們現在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注意到沒有指標 對不對 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整數 因為一個整數你看到 on size short 對不對 剛好可以什麼 16位元 可以表達對不對 16位元 我去表達一個什麼 表達其中一個像素 所以注意到 這邊雖然名字叫做Blend 所以你要想 喔這合成 但是對不起 今天只有合成一個像素 也就是說 你看到這麼多漂亮的圖 假設它很漂亮的話 這些漂亮的圖裡面呢 它只有佔一個像素 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單元 但是很重要 因為它是一個單元 所以我們先幹嘛呢 先把那個裡面的顏色 萃取出來 把它的什麼萃取出來 把它三顏色萃取出來 RGB萃取出來 同理呢 我也把那個裡面的什麼 裡面背景 FG就是Foreground 前景 那BG就是什麼 BG就是Background 我把各自的RGB萃取出來 那接著開始做Alpha Bending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些Alpha Bending 它基本上它運算就是這樣 就是 你可以看到 我就是有一個Alpha 就乘一個運算 所以注意到 這件事就叫 Alpha Bending 聽起來這個詞好像很高大上對不對 他其實做的運算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 這裡運算需要什麼呢 需要位移 位移 位移 然後呢 BY是什麼 BY是End 自己有什麼簡易請你想像 好 然後呢 這邊是萃取RGB 然後這邊呢 又做一個什麼 乘法 做完乘法之後做加法 做完加法呢 做完之後呢 做什麼 做除法 那一個才能夠控制 控制在這個 整個這個 呃 0到25所構成的什麼 構成的這個 那個八個bit 好 然後呢 光做這個還不夠 不然你要重新把它疊合 好 所以我幫大家總結一下 我要做Alpha Bending 我先有什麼 有前景的顏色 前景的像素 背景的像素 還有你要改變的這個 Alpha值 那Alpha值呢 是八個bit表示的 所以你看我先把前景的RGB萃取出來 背景的RGB萃取出來 然後呢 前景的RGB各自幹嘛 成為Alpha值 好 那成了之後呢 疊加 就是成完之後疊加 好 然後幹嘛 然後再 再 再 再取出裡面的什麼 呃 取出用八個bit去表示的 那之後呢 再把什麼 再做一個 再整個把它還原成原本的RGB56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程式碼 我們已經解釋過了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一段程式碼 這個 Alpha Bending的部分 所以注意到這段程式碼呢 我們有個動作 就叫Alpha Bending 那我可以把它改寫 注意到 我可以改寫 改寫成什麼呢 改寫成這樣 改寫成這樣 改寫成這樣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除法 其實除法就是什麼 就位移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位移 位移一個bug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25-Alpha對不對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這個 呃 這邊 這邊 因為都有做什麼 這邊有成Alpha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把它 把它抽出來 所以注意到這邊 欸 你說這個東西有什麼搞頭呢 下面的 下面的搞頭啊 好 那接著呢 我們看什麼呢 我們這裡舉個案例 就是假設呢 你今天有個輸入 這個輸入呢 是32元RGBA的一個什麼 一個握眼圖 那我想要把它轉成那個 黑板像 注意到呢 黑板像呢 它不是 全黑全白 或是一塊黑一塊白 叫黑白 其實正確出法叫灰階 灰階 好 所以注意到 我其實這邊寫對 應該是寫一個 黑板像 灰階 那灰階的話呢 就是最後呢 其實是 呃 它還是用bit去表示 好 然後呢 那我們剛剛有解釋過嘛 人類的眼睛呢 其實對什麼 對顏色 是接受綠色是其他顏色敏感 那所以這個是 只是把這個 加種取平均是不夠的 所以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紅色乘77 綠色要乘151 藍色最慘 藍色乘28 為什麼 藍 海天一色嘛 人類眼睛對藍色是沒有概念 當然你用腦袋想就知道 那海鷗 對藍色重不重視 廢話當然重視啊 那但是海鷗呢 對某些顏色呢 可能就不是那麼重視 比方說像紅色的 就可能不是那麼重視 那 這個紙物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紙呢 這個紙呢 就是上面這個轉換的紙 那你說 這個公式怎麼來 這公式就是一個心理學模型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學這個電腦 我們當一個工程師啊 其實對人的世界呢 是有足夠認識的 我很討厭人家講什麼 什麼理工人思維 拜託你去想一下 理工人思維 理工人的思維這句話 要翻譯成英文怎麼翻 沒有這個詞啊 其實工程師就是幹嘛 工程師不是只是 呆在電腦前面發呆的 也不是晚上待在電腦前面 這麼鬼扯單 這個叫老師啊 不是工程師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工程師就是要解決人的問題 所以要懂這個人 所以其實你說 工程師懂不懂這個世界 當然要懂啊 不懂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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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跟這個世界融為一體 那當然是因為 現代的工程師分工分的很細 的確有很多工程師 不需要接觸到人 所以讓人家有一個假象 就覺得工程師 呃 對這個世界不懂啊 其實這是很糟糕的一個認知 工程師真的千百種 那所以注意到這個顏色呢 會有這種東西 大概隱約可以察覺 可以推導 可以猜測一件事 聲音會不會有 有 而且人類對聲音更敏感 所以你想一件事 就是說 呃你會常常聽到什麼 VR對不對 什麼虛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裡面呢 其實有趣的地方是 你不只是看到 當然怎麼去成像 我們先不管 但是你不只用眼睛看到說 這個物體啊 在你前面在 突然跑到你前面 跑到你後面 從左邊進來 右邊進來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聲音 在整個VR其實是很重視的 不信任的話 你可以做一件事 你去VR的那個場景 你把聲音拿掉的時候 你發現 那玩起來感覺差很多 因為人的耳朵 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判斷 這個聲音是從左邊到右邊 右邊到左邊 或是從前面到後面 或是拉到方位 但是人眼睛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相對比較慢的時間來反應 比方說人的眼睛需要0.1秒 才能夠看到一個物體從左邊衝到右邊 但是聲音不是 聲音可以在比0.1秒更小的時間 大概幾個 幾個 就是0.1秒是什麼 0.1秒是 100個mini second 但是人的耳朵呢 可以有機會做到幾個mini second 就可以知道那個聲音的變化 知道那個聲源 所以 聲音呢 其實在這個過程也有類似的 那總之呢就是說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心理學模型 好那我們可以透過這種詞 這個方式 去把那個什麼 把 浮點數的乘法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乘數的乘法 跟 除法 那因為呢 這個除法呢又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位遠運算 對算吧 所以位遠運算又變成剛剛這個 結果這個 位遠的運算 好 那你說這段程式碼呢 哇你看喔 然後 當我要把什麼 把一個全彩的圖片 然後注意到RGBA 我們稱為全彩 全彩就是RGBA8888 就是 4個8 所以它是什麼 呃 84 32 bits 去表示的那個什麼 的 點陣圖 我們稱為叫全彩 那我們在全彩的時候呢 要把它轉成那個 轉成這個 灰界的時候呢 是每一個Pixel都要轉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的工作量 有多大 好當然 現在電腦很快 所以這件事其實也是蠻快的 那 所以呢注意到呢 就說 那你說這個東西呢 涉及到乘法 那你說要怎麼加速 那簡單 我就做一個表格來加速 那直接告訴你一個答案 然後這樣的表格呢 其實還蠻大的 它需要16MB 好當然你今天來想說 16MB不大 但是你想想看 什麼時候需要把全彩的東西 換成虧接 你知道有個產品叫什麼 電子書 電子書因為它 往往它用的東西叫什麼 電子紙 電子紙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說 它很多時候呢 是不需要供電的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 看到上面的影像 那它的顯示的方法跟那個 LCD的顯示完全不同 LCD我需要背光 我需要供電 才能夠確保說這個液晶有一定的排列 但是電子紙不用 所以電子紙為什麼可以很省電 就是在於說它不需要時時刻刻供電 好那問題啊 電子紙呢 因為這個特性導致說呢 它往往它只能接受灰階的輸入 好那你想喔 既然我一個裝置這麼省電 好那我也只能處理 所以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把RGBA轉成灰階 好那才能夠顯示嘛 所以你你你你原本電子書 有可能是什麼彩色的圖 好那把它轉成灰階 而且是時刻都要轉 好只要有 只要有新的內容進來我就要轉 好那這件事呢 那我不可能去透過它查閱它大量的這個表格 你這想看16Mbps可以放多少電子書 可以放好多電子書 對不對 好不只放一本啊 可以放多本 所以你看喔 就是如果我從頭到尾 我為了加速去建一個16Mbps的話 這個表格實在怎樣 太大了 好而且對於像那個L1Cash來講 這個 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沒有效率 好然後呢 欸那如果說呢 我去比方說 針對什麼 針對這種 剛才講的 XXX0.299這種表格 這個 我把這個表格拿來算算 欸這個東西就小一點 所以欸這個有機會降到什麼 32KB 欸這個對Cash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再去改善 好注意到我們作為一個工程師 最重要的是什麼 解決問題 然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好那所以呢實際上呢 還是可以做的 好然後呢 底下有些說明啊 就講說這個BMP啦 那有什麼header啦 有這些相關的資訊 好 那我們這邊做一個實驗 就說 當我一個輸入呢 是解析度為1920x1080 1920是哪裡 是這個 這個東西叫什麼 寬1920的pso 然後呢 高呢 是1080的pso 然後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原本的圖呢 是全彩的 那我要把它轉成什麼 所以最後轉換成是這個 注意到它一開始是有彩色的 那這個 等一下會給你看一段程式碼 如果你對這個圖片有興趣玩 你可以去參考原本的程式碼 其實不要用這段程式碼 這段圖片去download 因為這個在我們上傳的時候 已經圖片有些失真了 所以有些時間你可能沒有要重現 好 那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我們的電腦上呢 做這個轉換 就是轉換這麼大的解析 我每一個pso都要去轉換 所以耗費的時間是0.034 注意到0.03呢 人類是有感覺的 為什麼 人類那個眼睛眨眼 就0.1秒 那所以呢 注意到這個時間呢 其實夠久 久到人類會覺得會有影響 因為這個耗費時間什麼 是把全彩轉換成灰階 全彩轉換灰階 如果你花0.3秒 我講錯了 這是什麼 這是0.03 不是0.03 所以就人類的這個 察覺時間是0.1 那但是0.03 你之後還要把什麼 把那個圖畫上去 所以注意到 這只是轉換時間 我還要把那個圖畫上去 所以呢 這個其實代價還是大的 而且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這是個人電腦 晚點會給例子 他如果用那個比較低階的硬體 因為比較低階還是有個好處 就是很多時候同學會好奇說 為什麼寫程式要考慮到低階硬體 沒有道理進來 沒有低階硬體 便宜 然後呢 便宜不是為了cost down 便宜還有一個重要的是什麼 他省電 省電可以運作很久 好你是想一個簡單的事情 人工心臟 人工心臟的連續運作這麼久 他要不要超級省電 廢話當然成省電 你說要怎麼讓人工心臟省電 進入休眠 不行啊 人工心臟一直跳 但是他跳的時候又要很省電的跳 這就是很大的學問 而且人工心臟 人工心臟不是只為了心跳 他還有感測器 所以要怎麼一邊震動 一邊有感測器 那當然是很大的學問心臟 用一些關鍵字查一查 這是很大的學科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可以簽訂一個表格 還記得吧 我們把這個運算 預先把它變成一個RGB的表格 那這個表格呢 就可以壓到什麼 壓到32KB以內 而且這些是對cash是友善的 所以注意到呢 這些16Mb跟32KB呢 不是說只差1000倍 不是這麼簡單 是因為這個表格能不能放到cash 如果他能夠跟他cash 我可以改善他的locality 所以注意到 這個在這個城市開發 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好 所以你看 這樣的話呢 對整個表格縮減之後呢 我建立一個有效的表格 所以我可以把時間從0.03秒 0.034 壓到0.028 好 所以你看已經是一個突破了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原本呢 還記得原本的這個 有個Bwise的操作 有沒有 像這個 然後呢 Bwise操作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你看喔 往左位24 往左位16 往左位8 這就是 你發現他不就是 三個位元 三個位元組 兩個位元組 一個位元組 對嗎 好 那與其這樣子的話呢 我乾脆幹嘛 改用指標 所以你看喔 我們不是每次都要用Bwise的操作 我可以改用這個指標操作 直接去取 那個空間 然後酷的地方是什麼 從這邊 就降到這邊來了 所以你看喔 顯著呢 是有什麼 顯著是有效能提升的 所以這邊給我們一個例子 給我們一個知識 就是說 Bwise的操作 其實這邊 也是 也是他的學問 而且 而且什麼呢 酷的地方是什麼 上面的1跟2 插表 跟底下操作 還可以 還可以綜合起來 好 然後呢 所以你把這個 綜合起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注意到這邊的 這邊的實驗是 第一個實驗是插表格 第二個是把Bwise 換成Pointer 所以1加2再組合起來 哇 這個怎樣 終於小一 0.02了 好 然後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來接著什麼 接著我們想要思考一件事 就是有沒有可能呢 發揮硬體的特性 好 比方說 在暗的這個硬體上呢 有個東西叫尼暗 好 那尼暗呢 它是所謂的叫SIM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SIMD 就是SINGLE INSTRUCTION 單一道指令 然後可以處理多道資料 它叫SIMD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呢 你在用SIMD的時候呢 你往往不可避免 你還是要用到Bwise的操作 好 那先來看它的操作原理 就是說呢 SIMD 或是在暗的數也很多 暗的數也有叫做 有叫SIMD 也有叫AdvanceSIMD 那AdvanceSIMD就是什麼 就是尼暗 那注意到尼暗呢 其實還有分版本 那我們這邊 先統稱叫做SIMD 但是在暗的數也叫做 AdvanceSIMD 好 那今方呢 這個 不管它叫做SIMD AdvanceSIMD 就像尼暗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比較寬的 它會伴隨著比較寬的站進去 所以在畫面中看到的地方 你的Source的Register 在暗來講的話呢 它可能是 原本可能32萬架構 但是它就給你一個比較寬的 64萬架構 那或者說你的暗呢 呃 64萬暗 然後這邊就給你一個什麼 128萬元的那個暗存器 那你說為什麼給你那麼寬 這東西好玩啊 來體驗一下什麼叫Single Instruction 當我的資料都已經充分的保存在暗存器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把它切割 所以當然可以把它切割 所以這邊有一組資料 這邊有一組資料 這邊有一組資料 好 所以你看我今天有兩個SourceRegister 一個叫 一個叫上面 一個叫下面 上面一個下面 好 好 那我把它切成四個部分 好 那我可以幹嘛 對這個四個部分 比方說分別做加法 所以我就把這邊 上面加下面 得到最下面 上面加下面 得到最下面 所以你看到 我只要把這個資料準備好在這個暗存器裡面 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同時做四道加法 好 那也可能是四道減法 四道成法 四道shift 四道什麼的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為什麼它有機會 為什麼它常常用在多媒體 因為多媒體就需要這種東西 對不對 你看像我們前面講 Alpha Branding 我每個Pixel都要做那麼多數學以上 我可不可以一口氣做完 好 或是像聲音 注意到聲音呢 我們人呢 所謂的立體音 你是想 沒有立體音的那個範例是什麼 比方說你去廣播 什麼三連四班 周杰仁請到訓討出來 你聽到這個廣播的時候 你往往分不出 這個到底是在 呃 到底是在多遠的距離 為什麼 因為廣播是沒有距離感的 廣播 它往往是一個深遠 然後越遠呢 它就怎樣 慢慢的吧 慢慢衰減 好 所以你只能知道它是很遠的聲音 但你不知道它是具體哪一個方位 可是呢 平常比方說你在教室裡面啊 你在搭公車啊 你在外面的環境 你很容易去判斷公車從後面來 好 右後方來 左後方來 或是說你發現後面有個三寶 為什麼 因為它只要發出聲音 有漸近漸遠 你很快就可以判斷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們耳朵呢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訊號處理器 它可以處理好多個不同聲音 聲音的勞動 甚至包含說再搭配眼睛 所以我們人類大腦 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要做事實在是太多了 那人類大腦為什麼 從這個人緣的時代 從這個人類老祖宗一直到現在 為什麼我們人類大腦一直在進步 就忘了就是這個 因為有這些需求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人類的大腦曾經有萎縮過 不是說你變笨 也不是說你得了什麼病 變小 而是說人類大腦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因為人類大腦要吃掉什麼 吃掉很多的能量 要消耗對很多的能量 那所以人類大腦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現在的智能 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頭腦時有縮緊過 因為後來人們發現 不需要在一個個體 長出一個超級大腦 我可以透過群體的力量 我可以透過知識的累積 所以我不用一個個體 學一大多東西 一個個體去做一對判斷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後來人們就做一個平衡 就是大腦還是做很強的事情 但是呢 不至於說這個大腦變得很強的時候 我需要大量的能量 那所以反而在透過這個群體力量之後 人類大腦控制了 然後人類大腦這個不再繼續成長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那個出生率 因為你的大腦如果太大的時候 分娩會遇到很大問題 一直到上個世紀 分娩的死亡率 還是3% 上個世紀 上個世紀的數字 當然如果說 如果我們講上個世紀 中國更慘 那個遠大於3%的死亡率 就是因為是分娩 導致死亡率 是遠大於3%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說 這就是個平衡 那這個東西跟性地有什麼關係 其實性地其實也是一個 剛剛講的一個平衡 平衡什麼 平衡像GPU 因為我不可能什麼事情 都交給GPU去運算 而且也划不來 因為有long trip的成分 那當然反過來說 如果我今天CPU 注意到我不用捨近球員 我CPU都有一套機制 可以讓我 同個時間處理好多道資料 那我對於聲音 我對於影像 我對於一些 我們在意的一些議題 並說Cypher 加減密器 那我就可以這樣 我就可以在 不用捨近球員的前提下 去加速它的效率 這是性地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B-wise的操作在這個功能 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你要把你想要擺的 只要擺到該擺的地方 那注意到這邊的寬度 很可能是8個bit 也可能16個bit 也可能30個bit 他可能切2塊 也可能切4塊 也可能切8塊 或是切16塊 所以大概有感覺了吧 B-wise的操作在過程中 那底下一些 組合員的話 請你回去慢慢看 那我們底下有一段程式碼 你可以回去抓一下 來參考 那我們直接跟他講結論吧 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在on上面做運算 注意到這是樹莓拍 二代 二代的樹莓拍的話 它就有支援你on 所以注意到 我這邊的前面的標示 沒有標示很好 像這邊0.0幾 是在一般的個人電腦 那這邊0.3的話 是在你on上面 這晚點會把那個共比說 一些調整 那注意到的 所以你看到 在最初的那個版本 就是你在最最初 怕你忘記 還是複習一下 在最初的那個全彩呢 轉灰階 就這段最初的程式碼 在樹莓拍第二代 是需要很可觀的時間 0.3秒 0.35 然後這個太明顯了 這個什麼 這光是轉換而已 還沒有幫你畫到 畫到那個什麼 電子紙上面 畫到螢幕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時間 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那當然我們後來 就做一些調整 對不對 就是比方說我建立一個 RGB的table 我就把那個 bwise的操作 因為我bwise的操作是 8 86 24 這些bit 那我把它改成那個什麼 指標的位移 然後再把它整合起來 你看我從0.35 降到0.22 這已經很棒的一個突破了 對不對 你看從這邊降到這邊 很大的突破了 但對不起 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東西在這裡 好 所以你看到我搭配硬體的 這個SYND指令 好 所以 原本呢 就是只需要 就是這樣子一個處理 加入尼昂之後呢 好 那我只花了原本的這個 5%不到的時間 就會做完這個什麼 全彩轉盔接 好 那所以呢 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液體呢 這說明什麼事呢 就是說明呢 在bwise 一個操作 還有一些取捨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探討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也很有趣 我們稱呼叫reverse bit 嗯 reverse bit 跟那個bite order不要搞錯 我們剛剛講big end點 little end點 是講什麼 bite 的order 也就是位元組 8個bit 8個bit 這個bite order 但是我們現在想要做的東西呢 是什麼呢 是每個bit 好 的順序 好 好 那你看到這邊就可以知道 這段程式碼 你大概猜得出來 他就是在幹嘛 就是在位元 位元的反轉 對不對 就是才會問你 好 那這段程式碼看起來很神奇 而且你看到 AAACCC F0 FF 這幾個字能 你可以稍微記一下 然後還有333 55 你可以想到3跟5的排列怎麼排 那注意到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這些東西都是bit mask 所以你看喔 我們要把每一個bit 反轉 就是最高位的那個bit 變成最低位了 最低位變最高位 其實呢 如果你不靠那個硬體的指令的話呢 你用那個純粹那個C的程式呢 要寫成這樣 好 但注意到這是沒有分支的版本 那你可以把它寫成有分支的版本 分支的版本 分支的版本 嗯 好 那有分支的版本呢 會長這樣 好 所以就是這個 搭配前面講的那個set的技巧 好 那所以所以 呃 這是有分支的版本 好 那注意到呢 這邊呢是有分支的 好 有分支的版本 那上面呢是沒有分支的版本 好 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前面不是講到那個branchless 好 所以前面還有講到那個taming attack 那個taming attack 這種所謂的side chain attack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某些程式可以把它轉嫁成一個 沒有分支的版本 好 那但是會有些conclaim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我給定一個位元的長度 比方說30位元的長度 好 那我可以用沒有分支的版本 像畫面中這段程式碼 也可以用有分支的版本去實作 好 那有分支的版本的實作的話呢 你大概從那個程式碼 比較有感覺了對不對 我反正有30位元嘛 我就每一個位元去掃描 好 掃描的時候幹嘛 好 去用這個 bit set 好 就是設定不同的那個bit 好 好 然後呢你會好奇啊 我們做這個運算有什麼用 那中間有一些那個相關的解釋 請你回去慢慢看一下 就是做一些實驗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些應用案例 當然你在應用案例之前 你要多一些練習啊 比方說 給你一個30位元嘛 那你把它改成 16位元 16位元版本 或者把它改成64位元 那電腦一個很幫的地方是什麼 電腦就是 你做的實驗就可以看到結果 對好 所以你可以練習一下64位元長什麼樣 好 好 那這樣的東西有什麼用呢 注意到 因為這種東西太常用了 所以有些處理器乾脆給你一個什麼 乾脆給你一個 專門的指令 比方說 on的處理器呢 就有個東西叫rbit 不是rbit 是rbit reversebit 而且這個東西呢 用途就是 FFT 對你沒有聽過 你沒有聽錯 如果說你是電機電子背景呢 就知道FFT 快速複裂轉換 那 對不要懷疑 這東西跟快速複裂轉換有 非常大的觀念 好 那快速來講下這個情境 就是說 bit reverse 這個東西呢 其實他很多時候呢 在網路環境會用得到 你就想要網路的兩端 我們用網際網路串接起很多電腦 那網際網路呢 又建在所謂的以太網路的這些基礎 然後TCPIP這些之上 這是比較粗略的說法 好 那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欸這個傳輸的兩端呢 其實呢 他的位遠 你看喔 我在傳輸的時候呢 其實可能這樣 他是 比方說他是從lsb 從這個list significant bits 好 那可是呢 在另外一端的話呢 可能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順序 你看喔 有想一件事 就是說今天我把它想成旗號 對不對 就是說你今天是傳遞 一個bit 一個bit去傳遞 好 所以你看喔 我今天要傳一個什麼 我今天要傳一個簡單東西叫 1000000111 那所以我今天傳遞的時候呢 是這樣 比個1 再比個0 再比個1 再比個000 然後再比個1 1 那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傳遞的時候呢 1呢 是最早傳 這邊的1 是最早傳出去的 好 然後呢 這邊的1呢 是最慢被傳出去的 可是呢 如果是以接收端的觀點 他看到東西剛好顛倒 你看喔 我傳的東西是這個順序 對不對 我就1 然後呢 0 有點像你那個Q一樣 對不對 這個 所以如果對方有緩衝去的時候呢 他反而看到東西是什麼 是那個 未允的剛好是顛倒的 對不對 就跟Q一樣嘛 你每個東西都是inQ 那所以 在對方呢 對方那一端只要有個Q的時候呢 他看到順序剛好是什麼 跟這個東西剛好是顛倒的 好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呢 像那個make address 就會有種問題 他每一個bit 每個那個bit呢 是 就會有這種 這種問題 像這個 這個 這個例子是用那個byte order 做舉例 所以就是那個 big end點跟little end點的例子 但是實際上呢 你如果去看 如果我們今天東西呢 是可以用每個bit去表示的話 就會有這種順序上的跌倒 好 然後這件事呢 反映到哪裡呢 比方說在linus kernel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一些 reverse byte 或reverse bit 這種操作 好 那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看一個例子 這上面可能比較 不是很清楚 你可能回去想一下 就是講那些那個 可以看一下這個連結 其實連結講說 最原始的那個傳出方式 然後底下 就跟講那個快速複裂轉換 好 那 複裂轉換我們都知道 它可以用在很廣的地方 好 然後那些訊號處理基本上都跑不掉 都跟這個有關 好 然後快速複裂轉換呢 用到一個技巧叫做butterfly 好 那請有興趣自己查一下 好 很簡單就把蝴蝶那個字butterfly 好 然後 因為剛好那個FT呢 就是一連串的butterfly 好 然後呢 FFT呢 你可以把它當做 複裂轉換的一個特例 好 那這邊底下有一篇錄文 這很酷啊 直接跟你講結論 這個 不是結論 它的upstrate 它跟你講什麼呢 這篇錄文的栽要 直接跟你講說呢 如果你在FFT的運算裡面呢 你可以去看到什麼事情呢 如果你有辦法去加速 它裡面的什麼 bwise的這個運算 那這樣的話呢 有機會改善什麼 改善裡面的這個效能 為什麼 因為 FFT裡面呢 有10%到50%的這個運算 都來自什麼 都來自bit reverse 好 所以你看這東西有趣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像有些晶片 好 像前面我們是提到的 Rbit 還記得嗎 Rbit 好 它其實最主要用途呢 就是改善什麼 FT 那底下呢就有一些說明 那這個東西呢 你就可以看到說在 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 來講話呢 它也有 那Linux Kernel 除了剛才的那些 Driver的範例呢 像這個 以太網路 以太網路那個CRC 那這個 這個 這裡面有一些註解 請你自己教它看一下 所以簡單說 這段程式碼呢 就是做到bit reverse 好 然後呢 在底下呢 也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描述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些參考資料 那個參考資料的話呢 這個東西很棒 一定要去看 當然第一次看可能很難懂 所以你可以先看這篇的 這篇的解說 然後再看 比方說去 改變每個bit 然後再去說明 那這邊 注意到這篇很長 而且 它還一直在變更 有一個 Standler教授 在維護這個列表 然後 這個列表的話 其實裡面我們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很深切的東西 比方說這個表格 那可以去 做一些特定的操作 那 為什麼會有這麼複雜的東西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是為了一些 很 很必要的要求 比方說 我能不能呢 做 做取餘數的操作 但是不要做處法 不要 不要有一個 取餘數的這個 operator的存在 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需求呢 注意到 因為有些處理器 第一個它沒有 處法 它沒有那個 處法運算 或者說它有處法運算 但是它處法運算 有限制它的那個寬度 它沒辦法對比較 比較寬的那個 整數做運算 然後再來是有些 有些 有些處理器 它的處法運算 就是有錯 你說 怎麼會有這種玩意 有 比方說這個 你可以找一個什麼 軟體缺失 軟體缺失 軟體缺失導致的危害 然後呢 這邊就有個經典的例子 雖然這標題叫軟體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趣的地方是intel 不要懷疑 就是intel intel的浮點數運算 就是有錯 所以呢 導致什麼呢 導致全面的回收 那全面的回收呢 導致什麼 4.7億美元的損失 還好intel 承認錯誤得早 所以一開始intel 不想承認了 那後來它 它就承認了 那所以總之呢 就是說 在很多情境下 我們是不能 不能有出法運算的 然後還有考慮到一些什麼 考慮到這個 出法運算 有可能會導致 資訊的洩漏 因為 出法運算沒有把保證說 一定多少個週期完成 所以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快 很多時候不是因為快 缺乏硬體的指引 而是說 我們考慮到安全 的需求 我們還想要思考一件事 我能不能讓這些 這些運算 不管做什麼樣的運算 這些經典運算 它耗費的時間 都是constant time 這也是要考慮的 所以這底下就有這些 表格搭配這個B-wise的操作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B-wise的必要性 到底用在哪裡 否則你看那些 冒然去看那些資訊 你就會覺得很煩 像我第一次看到這些 我相信跟我應該都有一樣的感覺 就覺得很煩 我覺得是真的托付的放屁 還是在寫 便體文 為了寫扣為寫扣 為了嚇大家的下段 不是 往往這些需求都是很明確的 很多時候就是在數字處理 密碼學 還有跟裝置的溝通上 然後 在我們尾聲的時候 我們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什麼呢 在這個 我們 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B-wise操作這一篇 那我們中間其實有安排一些 案例 那當然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跟你講 但是你可以拿來當練習 那這都是題目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先看一下題目 不要急著看解答 就是說給你一個這樣的題目 然後你可以試著去練習 寫一下 那比方說這個 像這種 這種這招有趣啊 比方說我要乘以31 那乘以31的話 我可以用什麼 我可以先乘以20 先乘32 再減掉1 因為31等於多少 32-1 那32又是很棒的東西 30是什麼 30是 2位往左位於5 所以我可以用這樣的東西 取代乘以31 那-6要怎麼做 類似這種 你可以去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來講話呢 整理一些這個題目 那整理一些延伸閱讀 那都希望呢 可以加重大家對這個 BWAS的那個 的認知 那千萬再提醒 就是BWAS 真的是邁向城市開發 尤其你想要接觸的東西 都是像 Linux kernel 或是 圖形處理 就是你要去處理這些 JPEG GIF PNG 或是說 你有機會接觸到一些 影像壓縮 或是密碼學 BWAS都是討不定 不管是什麼樣的程式語言 所以說我們這邊有很棒的地方 是我們直接用 細語言 可以讓你很有效的去驗證 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講座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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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